第101章再斩两人 如果他们知道叶希文现在的真正情况的话 就不会这么惊讶了 现在叶希文绝对能横扫先天三重巅峰的高手 甚至能对抗一部分比较弱小的先天四重的高手 随着叶希文一刀秒杀那的轻衣轻年 战局瞬间转变 这下光从顶尖高手来看 反倒是叶希文这边占据了优势 叶希文的那一刀不仅仅是秒杀了那的轻衣轻年 同时也振折住了那些原本围观的 想要分一杯羹的人 原本他们就打算双方两败俱伤之后出手 就算是之前上官宣逸他们占据上风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要放弃的打算 因为那个时候上官宣逸虽然占据了上风 但是也没有一面倒 他们自己觉得应该还有机会 但是叶希文太强势了 一刀秒杀了一尊先天三重巅峰的高手 就算是燕翅林看着都心寒 更别说其他人了 面对上官宣逸等人还能撑一会儿 但是面对叶希文 只怕真的要被一刀秒掉 真心心寒啊 没有人不怕死 哪怕知道可以复活也一样 靠 叶师弟 又变态了 一边的张扬愣愣地看着叶希文的那一刀 旁边吴浩前婉如两人都是点点头 表示深有同感的样子 他们算是一步一步看着叶希文越来越变态的 几乎每个一段时间叶希文的实力都会飙升一段 反倒是一边的叶如雪倒是没什么 在他心中 那是他弟弟 在变态也是他弟弟 这个时候 反倒是淡定了很多了 叶希文冷笑一声 走向那个形容古怪的黄豪青年 那个黄豪青年顿时紧张起来 刚才叶希文那一刀太过惊艳他也看到了 三弟 叶峰惊喜地说道 本以为这次要拼死一击了 但是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己的三弟居然出来了 叶希文朝着叶峰点点头 莫迪那个黄豪青年动了 身形似是闪电一般 朝着叶希文扑了过来 一掌拍出 那是碑叶手 非常的乐得 整个空气都在真气的震荡之下轰隆隆地爆裂开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叶希文攻去 掌引漫天而来 要打叶希文一个措手不及 当真是心狠手辣 叶希文冷笑一声 他岂能没有防备 一掌拍出 奔雷手 雷声轰鸣 轰隆隆 犹如天际突然响起了炸雷一般 轰 两掌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那个黄豪青年顿时一个亮枪 差点跌倒 而这个时候 上官轩逸瞬间出手 寒冰掌瞬间就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里的这些人中 威胁最大的就是叶希文了 只要杀死了叶希文 就还有挽回局面的机会 反之 如果杀不了叶希文 最后只能反受其害 而他一个人多半也是打不过叶希文的 只有两人一起出手 才有机会 上官轩逸迅雷班攻来 叶希文瞬间再度出手 雷里风行 一掌拍下 雷撞真气瞬间喷出 狠狠地撞到了寒冰真气之上 哼 两团真气向撞 无尽的气浪被掀了起来 上官轩逸连退几步 暗自叫苦 好恐怖的力道 而这个时候 黄袍青年已经再度扑了过来了 虽然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本来就只是一个临时的合作 相互之间都是心怀鬼胎 但是在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必须要将叶希文杀死 不然的话 死的只会是他们 叶峰原本还想上去帮忙 但是看到叶希文的那样子 明显是游刃有余的样子 便也就没有上前的意思了 两人联手攻来 声势震天 在这一瞬间 两人变得异常的默契 两人联手抢攻 一时之间叶希文竟然落了下风 不过没一会儿 适应了两人联手的叶希文终于再度出手 这次回应两人的进攻的是叶希文的刀器 圆月的异境 生生展落了下来 轰 异境化作一幅图卷 从天而降 对两人进行了碾压 碾碎了他们的攻势 碾碎了他们的护体真气 最后直接化作了两道流光消失在了幻魔镜之中 没有了两人 所有人都知道 大局已定 冰岛分宗虽然还有大把的先天高手 但是玉女分宗的实力也丝毫不差 更有叶峰 叶希文 还有长孙玉英的联手攻势之下 很快溃败 被斩杀干净 对方表现得非常顽强 正如同陷入了绝境的清风山分宗一般 反正都不会死 宁愿拼死一搏 而那些围观的弟子 也都纷纷离开 不敢再久留 开玩笑 天知道这些杀红了眼的弟子会不会将怒火转向他们 那他们可就是遭了无妄之灾了 那可就是倒霉透了 三弟 这次多亏了你了 叶峰走了过来 有些感慨的说道 如果这次不是叶希文从天而降 他们恐怕真的就糟糕了 没什么 不过大哥 叶希文看了看叶希文 很是惊讶的样子 之前叶峰的实力 不过才是刚刚达到先天一重巅峰 现在居然连跳两重 达到先天三重巅峰 这情况太诡异了 这不科学啊 叶希文脑海中也只剩下了这一句了 大哥 莫非你把血缘果 叶希文脑海中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 因为只有突破了先天二重之后 又服下了血缘果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力飙升 不过这也不对啊 大哥也不是那么不智之人 血缘果的珍贵所有人都知道 越是后面 就越显得珍贵 在先天二重的时候突破和先天八重的时候突破到先天九重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可以说 越后面用 效果就越大 那是怎么回事 第102章考核落幕 血缘果的珍贵 叶希文在清风山分宗的时候 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极其珍贵的话 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了 虽然仅仅是对先天境界的高手有效 不过珍道高手在一元宗才多少 满打满散也就是一千来人 剩下的将近十万的先天高手 几乎全部都用得上 可想而知到底是多么珍贵了 叶希文从得到的那一刻就打算好了 要等到将来后天八重突破后天九重的时候服下 可以剩下很多的事情 这修行越到后面突破起来就越困难 能有血缘果这样的天才地宝的帮助自然是最好的 甚至很多人都不可能修炼到后天七八重的地步 一辈子都停留在先天五重的也是有很多的 先天五重就是一个很大的坎 能不能跨越过去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跨越过去 就可以说是初步跨入了一元宗中的中层 最不计也可以外放成为分宗长老风光的在分宗中老 但是如果跨不过去的话 终身只能成为不上不下的中下层人员 就算是用在后天五重冲六重的时候 叶希文也觉得是值得的 但是这么早就用掉了 也未年有些太可惜了吧 之后叶希文总算是从众人的口中知道了来龙去脉 原来前段时间叶峰和清峰山分宗分开之后 清峰山分宗碰到了玉女分宗 并且帮了玉女分宗击退了一波幻魔的进攻 后来两宗更是以其合作去探了一尊幻魔的目的 这尊幻魔相当了得 还有几头强大的幻魔帮他守灵 身前起码也是先天五重以上 拥有相当灵智的幻魔 因此双方商量了一下 斩杀了守灵的幻魔之后 就进入了其中 果然不出所料有收获 得到了一把母音笛 这把母音笛居然是一把灵器 灵器虽然只是最低级的法器 但是也只有先天五重以上 转化先天真气成了真元 才有可能驱动的武器 威力无穷 更何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声波攻击的灵器 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 结果消息走漏 引来了上官轩逸等人的窥视 叶希文看了看长孙玉英身上挂着的一根有黑色的长笛 不由得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他如何还不明白 只怕自己的大哥是喜欢上长孙玉英了 连灵器这种东西都能心甘情愿地送出去了 灵器即便是在先天五中无上的核心弟子中也不是人手一剑 即便是在核心弟子中 也只有不到一成永有灵器 这把魔鹰迪的珍贵可想而知 但是叶峰却丝毫都没有肉痛的感觉 甚至叶希文觉得 提前服用血缘果只怕也是和长孙玉英有关 原本叶峰不过是先天一种巅峰 即便再度突破也就只有先天二重 而长孙玉英已经先天三重巅峰了 怎么可能会将叶峰看在眼里 现在叶峰也正处于先天三重巅峰 甚至还有一部分血缘果的药力还在 恐怕不用多久就能突破到先天四重了 真正能和长孙玉英并肩 对此只怕清风山分宗上下众人都是心知肚明 因此对于将魔鹰迪交给长孙玉英 也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叶希文叹了口气 他们都没意见 叶希文当然也没什么意见 结婚生子之类的 就算是舞者也难以避免 这是一种延续生命的本能 虽然也有一说 舞者的最终修炼的目的 就是摆脱天地 永生不死 但是那也只是传说 世上英豪和其多 但是谁能不死 谁能无敌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以后的事情谁知道 而且还不知道长孙玉英的态度如何 不过看到长孙玉英的样子 叶希文就知道有戏 叶峰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却不见长孙玉英有什么反感的迹象 那就有戏了 叶希文还捉摸着 是不是要给自己的大哥知己招 前世别的不说 光是各种文化要比这一世要繁荣的多了 各种炮妞36G什么的特别多 知己招总归有用的上的时候 叶希文脑海中思绪万千 不过却没有表现出来 扫了一眼清风山的众人 这次可谓是损失惨重 直接有十个人死亡 不过剩下的人比起上次叶希文看到的时候 都要强大了不少 不少人都已经濒临突破到先天境界了 而除了叶峰实力最强 来了各三连跳之外 张阳也顺利转化了三成先天真气 达到了先天二重 气息很稳 相比再过一段时间就能试着转化四成先天真气 达到先天二重巅峰 而吴浩和钱宛如居然也已经是先天一重了 转化了一成的先天真气 叶如雪的进步也极大 稳稳地转化了两成先天真气 达到了先天一重巅峰 这段时间所有人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叶希文点点头 果然只有跟更强的高手 更妖孽的天才碰撞 才进步神速 如果还在清风山的话 恐怕修为都会停顿 难以进步 因为周围同辈人的人中没有更强的存在了 自然心生懈怠 在任何情况下都勇往直前 永不停息 不断修行的人不是没有 但是少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次的考核 也算是终于落下了帷幕了 下面就是等待分配 第103章 败入通天峰 通天峰的主殿之重 以壮一兽两道身影并排走来 却是燕赤林和叶希文两人 叶兄的刀法确实了得 只怕是在内门弟子之中都少有人能挤了吧 燕赤林说道 内门弟子之中藏龙卧虎之人也有许多 刀法精湛者也有不少 叶希文淡淡地回答道 叶兄谦虚了 如果说实力 内门弟子之中 确实有不少实力更在我们之上的 不过若说刀法之精湛 我还没有见过比叶兄更甚的 能展出意境者 即便在内门弟子中都是寥寥无几 燕赤林笑着说道 倒不是燕赤林要取义讨好叶希文 而是确实如此 三天前的那一刀 确实让他至今依然难忘 随着入门考核落幕 已经过去了三天了 个人都已经被各封收入门下了 很平静 并没有出现类似一群老头子 出来抢人抢着要收叶希文为徒的恶俗场景 叶希文想想也是 一元宗那么大 几乎每年都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天才 每隔三年都会举行一次的入门考核 这无数年下来都不知道举行了多少次了 其中天才也涌现出不少 不过要能出现一群老头抢徒弟的场景 那的是天资多妖孽啊 这里又没有什么测试天资的东西 什么测一下就知道你这辈子与没有前途的传说中很牛逼的设备 即便有那种东西叶希文自问自己也绝对不是最出众的那个 当然高层的关注是免不了的 至于说是哪个级别的高层在关注 叶希文不知道 第二天他就得到了消息 他被分配到通天峰 通天峰在一元宗石大主峰之中排名靠后 不过却也不是垫底的那个 而那些认识的人之中 只有燕赤灵一个只有几面之源的人和他一起到了通天峰之中 叶峰和张阳 吴浩都进入两人望月峰 而长孙玉英 叶如雪 千万如三人则是进入了玉女峰之中 基本上都是被分去了不同的主峰之中 当然 其中望月峰是最好的 不过也不是说 只要实力高的 就会被分到最好的主峰之上 这是考虑到十个主峰的发展平衡 如果只要加强望月峰一个主峰的话 当初就没必要分出十个主峰了 当然各个主峰之间的实力差距 是确实存在的 只不过在这样分配的制度之下 也不会相差的天差地别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通天峰之中 反倒是原本只有几面之缘的燕齿林 成了比较相熟的人 作为同样刚刚从各个分宗进来的新人弟子 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一起 当然 除了他们两人 也有两百多人也一起被分配到了通天峰之中了 燕齿林不愧是当惯了大弟子 很快就将这些弟子聚拢到了身边 在这个高手如云的总宗之中 作为同样都是新进的新人弟子 原本的分宗之别在这个时候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新进的弟子如果不抱成团的话 也容易被老弟子欺负 因为总宗之中不像是分宗 分宗因为弟子一旦学有所成 基本上都会进入总宗之中 因此也形成不了什么捧党 但是在总宗之中则不一样 基本上是捧党成群 几百个真传弟子 除了一部分读来读网的之外 几乎全部都有自己的捧党 或者也是在某个派系之中赫赫有名的实权人物 有许多在议员宗内都是赫赫有名的 而三年一次的新人考核就是这些捧党到处拉人的好机会 对于那些真传弟子组成的捧党来说 他们收成员也只在核心弟子之中收 内门弟子和新人弟子之中除非有极其出色的 可能被他们看上眼的 才有可能被直接收入 本来这些新晋的分宗弟子 都是以叶熙文和燕赤林为首的 只是叶熙文对于结成捧党没什么兴趣 那些真传弟子要结成捧党就是为了争夺掌门之位 只是叶熙文对于什么掌门没什么兴趣 对于组建什么捧党就更没兴趣了 因此新晋的弟子都靠拢到了燕赤林的身边 除了燕赤林身边的这二百多个弟子 新晋的弟子之中还有另外一个团体 是除了各个分宗之外 全国各个势力伴入一元宗的外来弟子组成的 为首之人 正是之前被叶熙文斩杀的那个面容古怪的黄袍青年 这几天叶熙文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黄逸琳 大越国黄家的杰出弟子 黄家在大越国的诸多世家之中 也是颇有声名的 虽然和一元宗这样的超然势力没什么可比的 但是也是一方豪强 新人生存艰难 如果不能抱长团 就会过得很艰难 现在我们两人一起进入了通天风 以后就是同门了 还请叶熊多多指教 燕赤林说道 虽然叶熙文比他还小一些 不过这个世界一贯都是强者为尊 叶熙文的实力在他之上 叫声叶熊也不亏 那是 以后既然是同门了 那子当相互扶持 叶熙文笑着说道 叶熙文的冷漠只会对待敌人 现在燕兄是诸多新弟子的首领 好不威风呢 到时候要你多多帮一下我才是 叶熙文有些调侃地说道 对于燕赤林 叶熙文还是有几分好感的 虽然有几分诚服 但是总的来说 也还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燕赤林苦笑一下说道 也就是现在看着还行了 过几天 那些老弟子中的派系 怎么可能会不过来拉人 和叶熊说句实话 说真的 其实昨天 已经有两个高高在上的派系 过来找过我了 希望我能加入他们之中 真传弟子 叶熙文一愣说道 恩 燕赤林苦笑着点点头 真传弟子组成的派系 对于一般人当然是看不上的 不过燕赤林是一般人麻 燕赤林即便不如叶熙文也绝对是这次的弟子中的佼佼者 有人来拉拢也是很正常的 叶熙文沉默了一下 真传弟子的派系来拉人 当然都不好拒绝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他们很快也会来找你了 你 想好了吗 第104章老弟子欺人太甚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他们很快也会来找你了 你 想好了吗 燕赤林问道 是啊 一般的派系 叶熙文没什么兴趣 但是那些真传弟子呢 那些人的派系的邀请不好拒绝 因为往往代表着会有大麻烦的开始 若是心胸开阔一些的真传弟子 那还好说 不会怎么样 若是心胸狭窄的真传弟子 被拒绝之后 必然要进行报复 看到叶熙文沉默的样子 燕赤林不由得苦笑 成为一个派系的首领 不是不行 但是问题是他是新人 心静弟子 虽然凭借着这样的优势轻松将所有的分宗的新人都给拉了过来 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很持久 其他的派系都会派人过来抢人 如果不同意的话 只怕会面临各大派系的联手压制 这些新人在分宗之中当然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不过 在总宗之中 就显得很是平庸了 甚至于这二百多人中 真正可堪重用的只有那二十几个先天境界的高手 剩下的一百八十多个现在只是外门弟子 地位仅仅只比记名弟子这样的杂役 弟子要好一些 实力弱 地位低 人多又有什么用 网界也不是没有杰出的弟子想要统合新来的弟子和那些老弟子抗衡 但是很快就在那些派系的联手高压之下土崩瓦解了 叶熙文叹了口气 从本心上来说 叶熙文是不想加入什么派系的 因为一旦加入就要工人驱使 那么新晋就会完全被破掉 从此修为一落千丈 很多原本在分宗称雄的弟子 就是因为到了总宗之后 受不了地位的巨大反差 最终无敌的新晋破掉 从此难有寸境 两人一路沉默 很快就回到了新生居住的院落之中 内门弟子的待遇就是这样 一人一个院落 如果是核心弟子中的顶尖种子弟子 那么就可以在山峰上拥有独立的宫殿 真传弟子一人可以坐拥一座山峰坐地盘 实力不同 地位待遇也是相差天差地别 叶熙文回到了自己的院落之中 虽然内门弟子只能独立拥有一个小院子 但是这院子也是精致之极 亭台楼阁 甲山流水 犹如是园林一般 整个院子之中 更是埋入了一小段灵外的分支 使得整个院子内的灵气都充裕之极 远远望去 仙气阴晕 犹如仙家居住之地一般 更有各种吸引灵气的阵法 防御的阵法 凝神静气的阵法等等被刻到地上 而启动这些阵法的核心 就掌握在院子的主人的手中 难怪争先恐后的都要来总终了 这修炼条件比起分终简直强百倍 叶西文探道 不得不说分终的条件比起总终差远了 这些分终的天才在有了总终的各种资源之后 很快应该就能迅速崛起 再以比在分终的时候更快的多的速度突破 就算是外门弟子 一人只有一间房间 但是各种阵法也都是齐备的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次他前去通天峰的功德殿领回了自己的奖励 这次连通入门的奖励和这次表现出色被通天峰高层奖励的零食 累计起来 足足有五千块中品零食 这就让叶西文的中品零食足足有七千块了 对于天才弟子 宗门内一贯都有政策的倾斜 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就会给这些天才弟子更多的照顾 一个门派的强大与否 正是决定于这个门派的天才弟子是不是够多 是不是够强 在真正的强者的眼中 人数根本就不是什么视耳 除了零食之外 还有各种丹药 疗伤的 补充珍惜的等等许多都有 不过最让叶西文在意的就是一枚升玄金丹 这个金丹的功效和血缘果类似 只不过远远不能和血缘果相比 这个金丹最大的功效就是在短时间内帮助服用的人突破一个境界 但是却仅限于先天物中以下有用 除了叶西文之外 燕翅林也有 叶西文相信 这次表现出色的那几个弟子应该都有 有了这些资源的倾斜 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衣物 全部都是由冰蝉丝做成的 冬暖夏凉 屈崇壁城 而且防御力非常强 等闲的刀剑难伤 在外面的话 千金难求 就如同叶西文的那件蝉丝内甲一般 但是在一元宗的内门弟子之中 却是人手一剑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种种装备 无不显示出一元宗总宗的财大气粗 不过加入总宗之中 并不代表着结束 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罢了 叶西文正要闭关的时候 突然院子外转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一声声音传了进来 叶师兄 叶师兄 进来吧 叶西文放开防御阵法 这些阵法除非是院子主人放开 否则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不然就会遭到阵法的攻击 没一会儿 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弟子跑了进来 一脸焦急的样子看着叶西文 怎么了 叶西文问道 这弟子原先也是清风山分宗的弟子 叶西文和他也算是认识 这次被分配到清风山的也有两个弟子 这是其一 那些老弟子简直是欺人太甚 联合起来朝我们施压 那弟子说道 这几天一直有老弟子的派系来我们这里拉人 但是诸位师兄弟姐妹已经决定和验师兄令阻一党 于是他们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对付我们 要求我们每个月交出自己的岳凤 不交的话 就是动辄打骂 叶西文皱眉 这些老人弟子确实欺人太甚 不过想想也是 这些新晋弟子 往往就是那些派系的新成员的来源 历年都是如此 但是现在这些人居然想另立一派 当然会引来诸多派系的联手打压 如果交出岳凤的话 这些新晋弟子的修炼速度必然大打折扣 也就是说 以后都会废了 到时候任他们自生自灭也算是警告以后来的弟子 好狠辣的手段 第105章要么灭亡 要么解散 对于那些老弟子来说 这不过是无数届弟子中的其中的一届弟子罢了 但是对于这些新晋弟子而言 确实是关生死的大事 这些新晋弟子 在各自的分宗之中 那都是呼风唤雨的顶尖弟子 本身就是人中之节 天资出众自不必说 有了总宗的条件 追上那些总宗的弟子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打得甘心给别人当陪衬 如果是加入别人的捧党派系 不然是底层的成员 受人驱使是难免的 谁肯甘心 也正是这样 燕齿林拉拢他们另组一派的时候 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靠拢了过来 现在他们堵上门 要求我们交出刚刚领取到的岳凤 简直是欺人太甚 那个弟子咬牙切齿说道 在老弟子的重压之中 要么屈服解散这个新人派系 要么玉石俱焚 无论是哪种 都不是一个好结果 在这些新晋弟子的心中 燕齿林是一个核心 叶希文自然也是一个核心 虽然叶希文并没有公开拉人 但是他的实力摆在那里 自然也是新晋弟子靠山之一 叶希文淡淡地说道 我去看看 这事情和他也有切身关系 毕竟他也是新晋弟子中的一员 收取岳凤这种事情 岂能落下他 到时候迟早还是要被卷入其中的 有叶师兄出马 一定没有问题的 那个弟子喜出望外地说道 原先也就没想到叶希文居然会出手相助 毕竟叶希文在之前就表明了独善其身的想法 不参合到这些党派之中 叶希文跟着那的弟子出了院子 在这个院落之中 居住的都是今年的新人弟子 内门弟子独占一座院子 而外门弟子则是一人一间房子 倒也不分散开来 新人弟子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只有到了核心弟子 才能选择居住的地方 出了院落群 发现这次新进弟子都集中到了路口处 为首的正是燕赤林 这时候燕赤林正脸色难看的 河赌在路口的十位老弟子交涉 这些老弟子哥哥冷漠地看着这些新进的弟子 为首的一个约莫着二十五六岁模样的黑衣青年 上前一步 说道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下面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交出所有的月缝 第二解散你们的这个什么狗屁党派 那个老弟子的话 顿时引起了许多的新进弟子的怒火 这是要将他们都逼上绝路啊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都逼上绝路啊 一个新进弟子怒道 想我们放过你们 那也很简单啊 只要你们解散这个什么狗屁党派 加入我们福地帮 一切都好说 那个黑衣青年冷笑着说道 我好巴不得你们不是好歹呢 听说上头觉得的你们这一届天才弟子特别多 给的奖励也是历年少有的丰厚啊 诸多弟子脸上泛着怒气 这些分宗的弟子在各自的分宗中都是精英天才 是何心 何曾被人这么欺负过 在路上 叶锡文也听那名原来清风山分宗的弟子提过了 这福地帮是一位颇为强大的核心弟子所开创的帮派 成员也有一百多个 新一色都是先天境界以上的 实力在诸多核心弟子所开创派系之中 都算得上是中等的 我奉劝你们还是趁早解散算了 新人我见得多了 硬骨头也不是没有 但是最后还不是寸步难行 这次那些宗外的新人弟子比你们事项多了 早已经解散了组织 各自加入派系了 那个黑衣青年淡淡地说道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厌赤灵冷冷地说道 欺负你们又怎么样 那个黑衣弟子冷笑连连说道 看来你们这些人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听说你们这一介天才辈出 你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那个黑衣弟子冷笑一声 骤然动手 宁掌围爪 寒芒闪烁 抓出了阴暴声 朝着燕赤灵的脑壳抓去 无耻 燕赤灵怒吼一声 彻底爆发了 宁掌成全无尽的火红色的真气包裹住他的手臂 便犹如着火了一般 瞬间一拳轰出 迎了上去 轰 拳爪狠狠撞到一起 无尽的真气碰撞 爆裂出恐怖的旋风 席卷开来 双方各退一步 竟然不分宣制 实力差不多 那个黑衣弟子顿时脸色一变 他也没有想到 燕赤灵的实力居然一点都不比他差 顿时脸色一变 虽然都说这次的新人天才特别多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毕竟他是九年前的那一届加入的总宗 比燕赤灵多了快十年的时间 或许到了后期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中 十年并不能完全决定什么 但是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十年就足以决定相当多的东西了 但是他足足比燕赤灵多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却不能压制他 这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杀鸡和一丝忌妒之意 凭什么凭什么这些人就能拥有这样的天分 还没办入总宗就拥有了和自己抗衡的实力 为了拥有如今的实力 他用了整整十年 才从当初的外门弟子成为了 现如今先天三重巅峰的弟子 虽然算不上是顶尖 但是起码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角色了 但是他凭什么 想到这里 那个黑衣弟子眼中度火中烧 再度朝着燕赤灵猛攻而去 燕赤灵也是冷笑一声赢了上去 双方交手剧烈的爆炸声不断传出 一拳一脚都能打爆空气 战斗越发的激烈 那些心境弟子纷纷跳开 不敢靠近 刚风割得脸生疼 两人杀得难舍难分 燕赤灵本质上的实力更强一些 但是那个黑衣弟子的经验更丰富一些 因此杀了燕赤灵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随着燕赤灵慢慢熟悉了 这个黑衣弟子的进攻方式 彻底击败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第106章成立自己的派系 而这个时候 那个黑衣弟子身后的9个弟子 也看出了这些问题 他们的眼力远非这些心境弟子 可以比你的 实力可以短时间提升 但是眼力却需要时间的积累 这些弟子这个时候动了 要上前来助战 突然一道惊天刀气从天而降 瞬间在他们的面前斩了下来 在地面上割裂出了一道恐怖的裂痕 延伸出了十数米 难道你们这些老弟子 只会以多妻少麻 叶西文持刀而立冷冷地说道 那9个弟子中也有不乏先天三重巅峰的存在 几乎不下于那的黑衣弟子 但是这个时候 无疑不是冷汗直冒 刚才那一刀 他们再走快一点 真的就是死路一条了 那一刀即便是他们 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一个不小心 绝对会被一刀劈成两半 那个小子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本来就听说 这一届的弟子之中天才很多 在往界之中 先天弟子就已经是极其的出类拔萃了 但是在这一届弟子中 先天弟子却显得那么的暗淡无光 因为人数太多了 以往他们能轻松越翻那些新人弟子 但是这一届新人弟子中 显然有一些很棘手的人的存在 比如说燕赤灵 比如说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子 这些新进弟子何止是棘手 简直堪称是刺头 本以为派他们来就能完全压制这些新人了 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们毫不怀疑 如果他们敢靠近一步 叶熙文绝对敢当场将他们斩杀 这时而闹到高层 他们也是死了也白死 难道他们这些人以强凌弱 以大欺小 最后还被人收拾了 要去告诉长辈麻 只会沦为笑柄和废物 那些新进弟子看着叶熙文的眼神 都戴上了一丝崇拜的色彩 固然燕赤灵能够以新进弟子的身份 对抗老弟子中的精英而不落下风 让他们敬佩 但是更让他们敬佩的则是叶熙文 一刀就让那九个弟子不敢动弹 往得一塌糊涂 让这几天以来被完全压抑了的心情的彻底爆发出来了 这些人家怎么能甘心这样被人驱使 果然 不出叶熙文的所料 没过多久 那的黑衣弟子就落入了下风 面对燕赤灵的压制性进攻 只能不断地闪躲 又过了一会儿 燕赤灵抓住一个破绽 瞬间将那个黑衣弟子一拳轰飞 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生死不明 带着他滚吧 下次再来我就不客气了 燕赤灵喘着气说道 那些老弟子没有干停留 开玩笑 燕西文那个杀神在那里虎视眈眈 他们哪敢久留 燕兄 这次多亏有你在旁边帮忙 燕赤灵看着那些老弟子离去 不由得说道 举手之劳罢了 燕西文说道 燕兄 我想了一下 我们组建一个派系吧 燕西文原本不想参合进去的想法 在刚才那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或者说是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有些麻烦 不是自己不去碰就不会遇到的 就算自己再怎么小心 那些人该找上门的 也还是会找上门 燕兄 你的意思是 燕赤灵喜出望外地说道 原本虽然已经有派系的雏形的存在 不过只有他自己这个还过得去的高手 但是如果能有燕西文的加入就不一样了 实力和号召力自然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算是挂名在这边 不过一般的派系的事物我不管的 燕西文说道 他不想将精力都放到了这些俗物上面 即便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是自由无拘无束 依然是他所向往的 没问题 燕赤灵兴奋地说道 有了燕西文的加入 号召力顿时大增 而且最重要的是 燕西文不参与平时的管理 那大权都在他的手中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局了 诸位 趁着现在大家都在的时候 我也就在此宣布 我和叶兄打算联合组建一个派系 所有这一届的新生都可以加入 燕赤灵高声说道 之前只能算是围绕在燕赤灵身边的小团体罢了 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派系 但是现在确实要真正组成一个派系 这些弟子中有些人犹豫了 之前向燕赤灵靠拢 也只是为了抱团 所有人都知道 新人弟子在总宗之中生存很艰难 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但是那也只是靠拢而已 想走随时都可以走 但是这个派系加入之后可就不能随便背叛了 在任何的派系之中 也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派系会容许成员进进出出 除非你能强过整个派系 我加入一个新进弟子举手说道 我受够了那些老弟子们的欺负了 想不被欺负 抱成团是唯一的办法 说得对 我也加入 我也加入 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 凭什么那些老生可以创建派系 我们却只能加入其中 我们也要创造自己的派系 说得没错 别人能做到 我们这一届还号称是历代最杰出的一届之一 没理由我们做不到 一个弟子说道 其余弟子的心气完全被激发了起来 纷纷点头赞同 以前也不是没有新人 期间就组成了派系 在重重的压力之中 成为超级巨无霸派系之一 横跨是做主风 不过那些派系的首领 现在也都是真传弟子之中的顶尖高手 是议员宗中最顶尖的天才 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那么我们这个派系就正式成立了 不过还要起一个名字 大家有什么好意见没有 燕翅林问道 诸多弟子七嘴八舌的说了几个名字 不过都没办法服众 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最后还是一个弟子提出的千语格 获得了大部分人的同意 最终选择了千语格作为最终的名称 而许多的弟子都有些激动 从今以后 他们就要以千语格成员的身份活动了 最后能走到什么地步 没有人知道 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是气势高涨 第107章前往宗门深处 千语格的成立 叶熙文并没有参与的 燕翅林管理的井井有条 各种工作都安排了下去 显然是平日里也没少做这些事情 驾轻就熟 叶熙文竟直回了自己的小院子中 这方面呢 他和燕翅林有默契 这些派系捧党能否欣欣向荣 靠的不是什么杰出的管理能力 而是首领是不是强大 只要首领够强大 那么即便这派系只有两三人 那也是一等一的强大派系 若是首领不够强大 那么其他的都是虚的 这个时候要让这些成员集体提升能力 确实是不太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燕翅林和叶熙文两人的实力迅速提升 叶熙文已经意识到了 恐怕之后的时间也不会是太平静了 既然已经决定参合到了这贪乱流之中 就要有足够的实力 叶熙文已经别无选择 也没有退路 他才不相信那些已经嚣张惯了的人 会放过这种好机会 谁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心境弟子的派系崛起 绝对不可能 所以无论是为了自保 又或者是所谓的以图日后 现在都必须扛过去 再者说 叶熙文的心中也是有几分比较的意思 以前也有人曾经做到过 他没理由做不到 叶熙文现在的实力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突破到了先天二重 转化了六成先天真气 战斗力堪比先天三重巅峰 是时候该突破了 只要再做突破 叶熙文就能力压先天四重的高手 打定主意之后 叶熙文出了院落 立刻往功德殿的方向而去 通天峰的功德殿 比起一人宗分宗的功德殿来说 要大的多了 也豪华气派的多了 或者说一人宗分宗的各个职位之类的 本身就是照搬总宗的种种措施的 因此叶熙文倒也不陌生 叶熙文先进入功德殿 上缴了一千块中品零食兑换成一千分的宗内积分 叶熙文一共就七千块中品零食 这一下就取了一千块中品零食 不过叶熙文也不心痛 因为他知道 这是必须的 有很多东西 都是在外面用零食买都买不到的 虽然要用积分兑换 但是这其实也算是隐性的福利的一部分 叶熙文立刻就将这一千分兑换了一只仙鹤 成了叶熙文的代步的工具 这种仙鹤是一人宗总宗饲养的诸多邀情中的一种 因为性情温和 好驾驭的关系 因此成了许多弟子的代步的首选 这些仙鹤体内也都是有着不凡的血脉 日飞几千里根本就不用歇息的 不过这个价格自然也是极为不菲 除了叶熙文这样才大气粗的之外 内门数万弟子中能买得起的不过两三百人罢了 那些也都是内门弟子之中的顶尖人物 各个实力不凡 身家巨万 叶熙文挑选了一只身材高大的仙鹤 直立起来 足足有两米多高 是极好的代步工具 叶熙文练熟了操控仙鹤的法觉和口令之后 飞升一跃而上 站稳之后 仙鹤扑闪着张开巨大的翅膀 腾飞而起 电光火石般朝着一元宗深处飞去 仙鹤在叶熙文的法觉之下 和叶熙文心有灵犀 不用叶熙文太过刻意地去操控 风驰电掣 一元宗深处山鸾叠起 有无数条山脉在其中纵横交错 诸多高峰拔地而起 即便隔得很远 依然看得见 那些山脉之上 无数妖兽的吼叫声响彻天地 随着越飞越近 声音也越来越大 一元宗深处的诸多山脉纵横交错 相加起码有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大小 传说其中有许多山脉 都是被宗内大能整条整条的 从其他地方请来的 而其中的无数妖兽 还有一些恶魔都是被一元宗圈养起来的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手笔 之前清风山分宗也只是恶守在清风山上而已 但是在总宗之中 这些妖兽 恶魔等等异兽都是被圈养起来 供诸多弟子修行所用 仙鹤速度极快 站在上面 都能感觉到风驰电彻 不过饶是如此 也足足飞了半个小时才赶到了山脉之中 这让叶希文很确定 果然没买错 付出这么多的积分是有必要的 要靠自己走 起码要走好几天的功夫 仙鹤在一储平地上停了下来 叶希文从仙鹤的背上跃下 那只仙鹤立刻再次扑扇着翅膀 直上云霄 等待叶希文的下一次召唤 叶希文远远扫去 却见整个山脉之中 妖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 或者沙哑 或者尖利 或者低沉的声音 让人听了汗毛道立 不寒而立 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弟子 从天空中乘坐着妖情飞掠而过 山脉诸风连绵凶险 瑰丽雄奇 看着壮观无比 叶希文知道 他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要尽快突破 以应付之后的挑战 叶希文没有多犹豫 脚下一踏 争气爆裂 叶希文的身子 犹如是一枚炮弹一般 直接窜进了树林之中 不依惠尔 叶希文就已经掠过了 无数的大树 进入了丛林深处了 第108章山中磨练 叶希文在一棵树上 歇了一下脚 一口气 叶希文已经进了山脉中 相当深处了 月王里面 妖兽的实力就越强 周边的几乎都是 后天级别的妖兽 不过最差的也都是 后天七八重的妖兽 比起青丰山 更要强的多了 西欧 一声最凄厉的破空声 叶希文身后一道 寒光闪过 叶希文几乎本能的一朵 一个跟头翻到了 另外一棵树上 这个时候才有功夫 看清楚是什么 却原来是一头约没着两米多高的巨型螳螂 浑身披着碧绿的铠甲 捂着两只巨大的钢刀一般的前腿 两把钢刀舞动之间 空气发出犹如布料被人声声割裂一般的声音 长着两颗巨大獠牙的嘴中密布着细密的牙齿 连钢筋都能咬断 背后的两个大翅膀扑扇间能刮起钢风 见叶希文避过攻击 那头巨型螳螂尖叫一声 身后的翅膀扑扇起来 巨大的身影电光火石搬朝着叶希文扑了过来 身前的那一对钢刀瞬间挥舞起来 犹如一个巨大的剪刀 向叶希文剪去 挥舞之间竟然暗合舞道 赤螳螂拳 这头螳螂显然是具有了一些灵质 居然举手投足之间 就轰出了螳螂拳 举手投足之间 浑然天成 人类模仿的螳螂拳 在他的面前反而成了似不像一般 这头螳螂绝对已经打通了身体中的经脉 成就了先天了 战斗力根本就不比一般的先天二重巅峰的舞者要差 挥舞之间犀利的刀器瞬间飞出 朝着叶希文杀去 畜生 叶希文喝道 长刀出手 璀璨的刀芒瞬间爆裂出来 朝着那两道刀器斩去 轰 刀芒狠狠斩爆了那两道刀器 然后再接再厉 冲了过去 那头螳螂的眼中居然露出了惊恶的眼神 果然已经有了不低的灵智 这些已经突破了后天和先天境界的妖兽 没有哪个是简单的 不能以简单的野兽的思维来看他们 这头螳螂顿时知道似乎是踢到了铁板了 这个看着比他还小得多的人类绝对是一个硬茶子 当即不再犹豫立刻扑腾着翅膀朝天空中飞去 生生避过了那道恐怖的刀芒 想走 叶熙文冷笑一声 脚下一踏 顿时将脚下的树枝都踩弯了 身体犹如一颗炮弹一般弹射出去 叶熙文的身形似箭 立刻追了上去 在半空中 连续虚踏击下 爆出阵阵争气 调整了身形 一刀猛然捂出 刀芒割裂空气 瞬间冲置 扑斥 这头全身覆盖着坚硬外壳的螳螂瞬间被斩破成两半 哼 那头螳螂庞大的身躯瞬间分成两半 落到了地上 叶熙文一个翻身 轻松落到了地面上 叶熙文将这头螳螂整个收入空间戒指中 这些先天妖兽浑身都是宝贝 光是这头螳螂的两个前肢就可以做成两柄优质的长刀 还有身上的硬壳也可以加工成铠甲 当然叶熙文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不过别人有 这些都可以卖出一些零食的 这一头起码价值十块中品零食 虽然对于现在叶熙文来说不算多 不过积少成多是没错的 叶熙文没有停下来 正要离去 突然天空中一阵扑扇翅膀的声音 一群石狮就闻着那头螳螂的鲜血的味道追寻而来 这群石狮就每一头都有后天九重的实力 高达近两米 展翅超过五米 遮天蔽日而来 还有不少个头明显别那些 石狮就要大上一号的石狮就头领 以及一只通体金黄的石狮就王 这是一个小型的石狮就的族群 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是显然已经成了气候了 这些石狮就看到螳螂的尸体没有了 顿时朝着叶熙文冲了下来 铺闪着翅膀 锋利的利爪朝着叶熙文狠狠地冲了下来 更多的石狮就直接铺闪着拍出一道道的气刃 朝着叶熙文切割过去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只怕瞬间就会被割成碎片 这些畜生 叶熙文低喝一声 长刀瞬间出手 甩出九道刀光 将那些气刃瞬间在半空中击爆 几个离得比较近的石狮就瞬间 就被叶熙文的刀影踢成两半 叶熙文根本就毫不留情 刀刀致命 刀影纵横无敌 没有石狮就能担得住叶熙文的一刀之力 就算是那些先天境界的石狮就首领 也不是叶熙文的对手 往往不过是几个照面的功夫 叶熙文就能将他们斩落 这些石狮就犹如是一片乌云 一般将叶熙文包裹进了其中 一阵阵慎人心皮的恐怖怪叫声 从这些石狮就的口中发出 叶熙文在其中 身形闪烁 动作潇洒无比 刀光舞动 将它完全包裹成了一个光球 没有任何的空隙 任何石狮就都没办法靠近 就会被斩杀成碎片 掉落下来 刀光恐怖至极 在刀尖不断地吞吐 那些石狮就都纷纷来不及惨叫 就惨死 没一会儿 远远浩浩荡荡的上百只石狮就被 叶熙文屠杀一空 只剩下那头黄金石狮就 见自己的族人都被叶熙文杀死 那只黄金石狮就怒急了 朝着叶熙文冲了下来 金色的身体犹如一只金色的利剑 直刺而来 叶熙文一刀斩出 刀光闪现 斩了上去 枪 刀光斩到黄金石狮就的身上 居然发出了金铁浇明的声音 这头黄金石狮就的身体竟然异常的坚固 犹如是金铁一般 不过饶是如此 那头黄金石狮就依然被叶熙文一刀劈的头昏眼花 狠狠地撞到一棵树上 叶熙文眼中金芒一闪 身形暴起 瞬间朝着那头黄金石狮就扑去 一刀斩落 扑痴 虽然那头黄金石狮就身体坚硬 但是这次叶熙文用尽了全力 一刀直接将黄金石狮就的头颅给斩了下来 叶熙文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些石狮就的尸体太多 叶熙文就只带走他们的腰盒 这种程度的磨练还不够 要突破 就要磨练 叶熙文说着 朝着山脉更深处而去 第109章大战血缘 转眼间 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这三天内 叶熙文 叶熙文越发地深入山脉的内部了 遇到了无数的妖兽 许许多多叫得上名字的 叫不上名字的 成群结队 集体出没 甚至其中有妖兽能媲美先天三重巅峰的高手 这三天之中 叶熙文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越是要突破 就越是要在最极限的情况下磨练自己的能力 叶熙文还没有要回转的意思 因为他还没有收到 燕翅林那边的消息 他和燕翅林说过 一旦有事情 就立刻以传讯福禄告诉他 以鲜鹤的速度 他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所以叶熙文也不急 安心在整个山脉之中磨练自己 三天之中 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因为一旦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他只怕就要死了 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危险的环境 换魔镜中都远远不能比你 更别说是清风山那边了 到处都有恐怖的妖兽神出鬼没 一个不小心 都会被杀死 叶熙文就遇到了好几次的危险 虽然叶熙文一路钻了三天 不过由于有诸多妖兽的突延 以及他小心的缘故 因此其实没有推进多少 还在山脉的最周边的地带 不过仅仅是周边地带 就拥有大批的先天妖兽在徘徊 这几日几乎已经看不到后天级别的妖兽了 后天妖兽根本不可能在这里面生存 叶熙文敢肯定 在往里面 肯定有先天物中以上的恐怖绝伦的妖兽 甚至还有真道级别的妖兽在其中生存才对 连真道弟子都有不少常年都混在这里的 可想而知 里面绝对有真道级别的妖兽 甚至不只是一头两头 而是大量的存在 不过这些都是叶熙文的猜测 并没有证据证明 确实是存在的 不过这三天之中 叶熙文历经生死的磨练 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叶熙文现在已经到了转化六成先天真气的巅峰 护身一举一动 都有一种水库积蓄了许多的河水 要一下子倾泻出去的感觉 这是要突破的迹象了 叶熙文知道 现在他对突破已经很熟悉了 叶熙文在树枝上移动 突然间整个天空中一阵冰雹滑落下来 简直是毫无征兆 突然地就落了下来了 叶熙文立刻撑起真气 对此他已经很习惯了 在这里 几乎没有什么正常的气候可言 许多强大的妖兽在咆哮之间 都能引动天地间天气的变动 何况是有这么多的妖兽 不过好在的是 一般这种妖兽引起的天气变动范围有限 离开就是了 毕竟妖兽的能力也有限得很 天空中的冰雹已经越下越大了 直接砸到这里附近的树木都弯了 不过导演没有真的回去许多 毕竟这些都是日夜经受灵气滋养的 虽然不说是什么天才地宝 但是那些拳头大小的冰雹还压不垮他们 不过叶熙文这次没能走脱冰雹的范围 就正好一头撞上了 引起了这次天气变动的妖兽 居然是一头血缘 却见是一头身高三米多高 通体覆盖着雪白长毛的血缘 一脸凶悍的样子 刚才的那一阵冰雹 就是因为这头血缘在突破 刚刚突破到先天四重 气息还不稳定 所以引起了这里附近的异常的冰雹的天气 吼 那头血缘垂了垂胸口 一声凶利的狂叫 搅动着周围的天气顿时又是一变 变成了暴风雪的天气 风雪疯狂的席卷开来 这头血缘一拳一拳地轰在了空气之中 直接打得空气轰隆隆地暴响 这头血缘居然是在练拳 动作很简单 但是威力却极强 那头血缘凶利的目光牢牢地锁定住了叶熙文 谁让叶熙文一头撞到了他的领地之中 甚至神情中还露出了一丝兴奋和跃跃欲试的表情 叶熙文也是一愣 虽然有灵智的妖兽 他是见过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拟人化的表情 连他都能看得出来这头血缘兴奋了 果然实力越强的妖兽的智力就越强 更何况还是原类妖兽这种最接近人类的妖兽 叶熙文如何还不明白 那头血缘刚刚突破到先天四中的境界 正想找一个对手 叶熙文可就是一头撞上来了 叶熙文还没想好 是要走要流 那头血缘就是一拳轰了过来 一道恐怖的气浪在血缘冰雪蒸汽的控制之下 朝着叶熙文瞬间轰了出来 叶熙文不敢拖大 这可是一头先天四中的妖兽 即便是刚刚突破的 历时抽出了长刀 刀芒散出 狠狠劈砍了下去 轰 叶熙文展开了那一道冰冷无比的气劲 瞬间掀起一道恐怖的气浪 吹得叶熙文的身体都快被冻僵了 温度低得可怕 叶熙文连忙用蒸汽缓和身上的僵硬 不过这时候那头血缘脸上兴奋的神情越来越浓重 脚下迈开脚步 声声在地上踩出一个巨大的脚印 然后朝着叶熙文猛扑而来 血缘的动作极快 简直就是一道白色闪电一般 瞬间就扑到了叶熙文的面前 几乎是一瞬间 在叶熙文的眼中 便犹如是一座小山一般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眼前 蒲团版毛茸茸的大手瞬间按了下来 带起一阵寒冷的冷空气 这血缘因为自己喜欢寒冷的环境 因此他住的地方 即便不冷 也会被他们弄得冷冰冰的 简直是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瞬间就轰了下来 那头血缘根本不给叶熙文以喘息的机会 这种恐怖的压迫感 瞬间就将叶熙文给牢牢的锁定住了 叶熙文不得不大喝一声 一掌拍出 千龙出渊 吼 一声龙吟升腾起来 一条巨龙瞬间升腾而起 朝着那头血缘压去 轰 乾龙出渊狠狠地撞到了血缘的手臂之上 第110章战斗中的突破 卡拉 血缘的手臂直接声声被叶熙文撞得骨折了 那头血缘的脸上明显闪过一惊的神色 没想到叶熙文这一击居然能让他都骨折 叶熙文微微喘息 这一招就已经足足消耗了他一城的先天真气 这招威力也大 不过即便如此 都不能杀死这头血缘 只能够让他骨折而已 这头血缘果然是强大 不过叶熙文体内的热血也开始沸腾起来 叶熙文现在的实力足以横扫所有的先天三重巅峰 甚至能抗衡一部分的偏弱小的先天四重的高手 而那头血缘也是刚刚突破到先天四重 还没有巩固自己的实力 这个时候 两人碰上了 正是其逢对手 江玉良才 正好是好对手 那头血缘知道叶熙文的力量也是大的离谱 也不和叶熙文硬拼 手臂一缩 又是一阵卡拉声 一味的骨头被生生拉了回去 对着虚空一抓 顿时一条巨大的冰棒从虚空中被血缘拉了出来 当空朝着叶熙文砸去 棍影重重 蕴含着棍法的金钥 比起之前那头血缘的拳法更强 显然棍法才是这畜生真正擅长的 叶熙文没有犹豫 抽出长刀 一刀斩了上去 轰 璀璨的刀芒和棍静猛地撞到了一起 轰隆隆 周围一阵雷暴声 暴鸣声 双方纷纷倒退一步 居然都奈何不了对方 都感觉到了对方的难缠 叶熙文脚下一踏 止住了退逝 瞬间身形再度犹如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再一次和血缘狠狠撞到了一起 轰 轰 轰 一阵阵巨大的碰撞 暴鸣声从双方交手储传了出来 双方已经拼尽全力 要压过对方 血缘终于也意识到了 自己这次选的对手 似乎不是那么好对付 应该说 自己这次是选错了对手了 这个对手 并没有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本来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好的对手 但是没想到 这个对手确实够好 但是也好的超过他的想想了 不过深藏在身体内的凶兽血脉 在这一刻彻底地爆发了出来了 原来不稳固的境界 在这一次次的打斗之中 反而有巩固下来的迹象 这让血缘仰天长效 凶性大发 不过叶熙文又启示等弦 这头血缘在不断巩固境界中 实力飙升 但是叶熙文本来就有远超 先天三重巅峰的实力 甚至能抗衡先天四重中的 一部分妖兽 但是现在随着和这头血缘的不断碰撞 叶熙文原本就不怎么兼顾的境界屏障 在这一刻终于也开始慢慢松动 叶熙文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双方的实力都在不断提升 双方的碰撞还在继续 几乎双方都在忍耐 都希望能够再下一次攻击中彻底击败对方 不过叶熙文却更能忍 因为他知道 这头血缘的极限快到了 等他的境界巩固下来 就是他的死期 但是自己则不同 自己还可以突破 一旦突破了 那么实力又可以有一个 突飞猛进一般的进展 到时候别说只是一头先天四重的妖兽 甚至连先天四重巅峰的妖兽都能抗衡 击败 血缘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憋屈过 他以先天四重的境界 居然压不倒一个 不过是先天二重的人类舞者 就连他最为引以为傲的无双肉身 也在和叶熙文的对抗中 完全占据不了上风 甚至还有种隐隐被他所压制的感觉 他不知道 叶熙文的霸体觉所修炼出来的霸体 根本强势无双 乃是上古大神所修炼的无双链体功法 曾经以此生丝神魔 叶熙文虽然才刚刚修炼到第二层 但是已经出路端倪了 他虽然境界远高过叶熙文 但是在各方面居然都不能将叶熙文 完全压入下风 他在慢慢变强 但是他也在感觉叶熙文也在慢慢变强 而且那种即将突破的气息越来越浓 不能让他突破 雪原的脑海中 都是回荡着这种想法 虽然他不会说话 但是他的智慧已经到了一种相当的程度了 有危险他能感觉到 雪原不再犹豫 挥舞起肠棍 国旗一点寒芒 浑身的妖气大盛 用尽全力 棍身所过之处 连空气都结成冰了 仿佛是一片冰天雪地的世界一般 棍身未到 但是那股恐怖的气息已经压了下来了 一路势如破竹一般猛砸下来 化作一座冰山 猛地砸了下来 犹如泰山崩溃在面前一般 这股巨大的威压 生生压的叶熙文身上的骨头都在噼里啪啦作响 这是相互之间摩擦的结果 叶熙文冷笑一声 身上真气都开始疯狂涌动起来 叶熙文拔出长刀 捂出最为璀璨的刀芒 生生战破而去 两股气势在半空中相遇 交错 并且狠狠地碰撞到了一起 相互摩擦 真气和妖气相互蒸发 爆发出最恐怖的烟火 叶熙文的刀芒在雪原的棍山之下 慢慢一点一点崩溃 就在那棍山 冰山要生生压到叶熙文身上的时候 叶熙文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 叶熙文的气势一路狂飙 生生从原本的先天二重直接暴涨到先天二重巅峰 叶熙文原本转化了六成多一些的真气 在这股恐怖的气势中 生生又多转化了两成 达到了八成先天真气 足以比你先天四重巅峰 从六成先天真气一路狂飙到八成先天真气的叶熙文的气势变得无比恐怖 原本即将消失的刀芒 瞬间又开始重现 甚至远超之前 几乎是在瞬间就彻底压垮了那头雪原的冰山 化作冰屑在空气中纷飞 第111章景艳南 那头雪原的眼神中满是惊骇的神情 对面那个人类居然真的突破了 而且突破之后还如此强大 居然一下则堪比先天四重巅峰的战力 这标志着叶熙文的战斗力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 不过这头雪原却不愿意就此放弃 这畜生也聪明得很 他也想趁着叶熙文境界不稳的时候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说不定还有机会 这头雪原通红的眼中闪过一丝暴力和狡诈 不过叶熙文也没有让他久等 一刀爆炸而出 灿烂的光滑 遮蔽了小半边天 叶熙文的这一刀越发的可怖 连那头雪原都不得不宁神全力以赴 那雪原一声怒吼 天上的冰雪立刻开始纷飞 在他的面前集结 结成了一堵冰墙 要抵挡叶熙文的刀芒 但是却没有能防御得住 叶熙文的刀芒势如破竹 几乎是在瞬间就将那堵冰墙给斩破成两段 犹如切割纸片一般轻松 扑吃璀璨的刀芒瞬间斩破雪原的肉身 饶是如同金铁般强大的肉身 依然被斩破成两半 鲜血似箭 骨肉横飞 通红的眼中带着不可思议和不甘心 他才刚刚突破 还没有横行一方 还没有在满山的妖兽中闯出赫赫威名 就在这里被人一刀结果了 叶熙文松了一口气 这头血原确实不是一般的难对付 也是天生一种 如果不是自己突破到了先天二重巅峰的话 那么只怕是胜负难料 不过叶熙文也闪过一丝欣喜 突破到了先天二重巅峰之后 自己体内的后天真气已经有了八成被转化成了先天真气了 绝对能抗衡先天四重巅峰的高手 再进一步就是所谓的转化完所有的先天真气的先天小圆满境界了 墨地 一道流光从天而降 叶熙文伸手一接 是一片传信浮路 叶熙文用真气探入其中 瞬间一堆资讯灌入叶熙文的脑海之中 赤焰赤灵的资讯 叶熙文顿时不再犹豫 一声响哨 仙鹤很快就从高空中飞落下来 这三天之中仙鹤一直都在空中盘旋 随时等待叶熙文的召唤 乘坐着仙鹤 半个小时之后 叶熙文就已经回到了总宗之中 叶熙文皱着眉头 果然如他所想的那般 那些人并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对于千语格这个新晋弟子的派系 虽然不说所有人都有敌意 但是有一部分派系是有敌意的 因为派系有大有小 规模也是有所区别的 有的实力比较强 就像一些真传弟子开创的派系 他们只在核心弟子中收取成员 并且只收取其中的强者 其他的派系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真正会在新晋弟子中收成员的 也只有那些中等靠后的派系 才会要在新晋弟子中收成员 至于那些排在末尾的派系 他们只能在外门弟子 甚至是记名弟子中收成员 所以庆幸的是新生的千语格不用和所有派系为敌 但是即便如此千语格要面对的通天风中的敌对的派系也有三四个 他们原本是竞争对手 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是同心合力联合打压千语格 任何一个势力崛起 都是这样过来的 一直到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为止 不过已经比叶熙文当初预料的形势要好得多了 当叶熙文赶回通天风之后 却没有之前艳赤玲在传信服录中说的 有大批的弟子前来赌门的情况 这些新晋弟子的安全 叶熙文倒是不怎么担心 毕竟是在宗里 那些老弟子也不敢太过放肆 吸压新人的情况虽然几乎一直都有 但是没人敢做得太过分 一旦出了人命 恐怕就要惊动高层了 高层对于老弟子欺负新人弟子的情况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只要不闹得太过分 一般不会直接插手 在他们眼中 这本来就也是磨练中的一部分 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般的庸才 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真正让他们在意的是 会不会冒出一些天才 一个天才比得上千百庸才 因此叶熙文在宗内动手 一般也不会真正的下死手 他们过来找麻烦 实力不济 所以挨打也白打 因为他们无论是实力 还是道理两条哪一条都不占 但是一旦闹出人命 高层不过问都不行了 叶熙文回到通天风的时候 却见燕赤林正和一个滑袍俊美青年说话 燕兄 这是怎么回事 叶熙文问道 之前收到燕赤林的消息 一副火急火料的样子 现在看起来怎么一点事情都没有 看到叶熙文回来 燕赤林脸上露出了喜色 那个俊美青年倒是有些玩味地看着叶熙文 燕赤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叶熙文 这次真是多亏了景师兄帮忙调解了 在燕赤林的解释之下 叶熙文终于明白 之前确实有大批的老弟子赌门 所以燕赤林才会火急火料地找叶熙文回来 不过后来却被这个名叫景燕南的俊美青年调解了 对方才暂时退去了 第112章一个月后的约战 这次多谢景师兄帮忙 叶熙文拱手说道 无妨 我也是受人之托 景燕南笑笑说道 倒是没有放在心上的意思 叶熙文有些疑惑 谁会这个时候出手帮他呢 看叶熙文似乎很是疑惑的样子 燕赤林开口说道 别猜了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是华师妹 请我出手的 华孟涵 叶熙文的脑海中冒出了这个名字 他没想到 居然会是华孟涵出手帮他 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华孟涵这仙衣般的俏丽身影 这边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外面了麻 叶熙文没有纠缠在华孟涵的问题上 而是直接开口问道 当然 最近你们千余个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现在一元宗时封 谁不知道咱通天封出了一群胆大包天的新人 景燕南淡淡的笑道 语气中还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 燕赤林脸色灯食一变 这么早的就闹的人尽皆知 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以前敢这么做的人 不是一代人雄 最后直冲真道 就是活腻歪了 最后混得很凄惨 景燕南绕有一味的看着叶熙文 似乎是想看穿叶熙文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种 无非就是成王败寇 没什么可说的 叶熙文淡淡地说道 哈哈 成王败寇 这句话说得好 景燕南集结叹道 这一节的弟子中 果然和以往不一样 不过光有兴起还是不够的 这一次我虽然帮你们退走了他们 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撑下来 还得看你们自己了 景师兄肯出手相帮一次 我们已经是非常感谢了 燕赤林说道 叶熙文也没有疑问 那些老弟子 尤其是成员要重新进弟子重选择的派系 对于打压千语格是最为不遗余力的 不是差这些人 而是杀鸡儆猴 如果人人都要自立派系的话 他们这些派系的发展 就要受到严重影响 如若不是如此 那些人也不是吃饱了撑的 非要和新进弟子作对 景燕南没有多呆 很快就离去了 随即燕赤林才有些苦笑 要成立一个派系 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原本他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不仅仅是号召力的问题 光是那些虎视眈眈的老弟子的派系 那一关就过不去 如果再过几年 再过十年 他的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那时候再立一个派系 自然就没那么困难了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他极为不甘心 先与个才刚刚组建没多久 就要解散麻 哎 叶兄 这次虽然有景师兄帮忙 但是对方也提出了条件 一个月后福地帮的副帮主 莫涵会再来 只要能击败他 那么以后不会有人再在这个事情上为难千语格 但是如果无法击败莫涵的话 那么千语格必须解散 燕赤灵有些憋屈地说道 这莫涵是什么来头 叶希文问道 福地帮就算靠后 那也是核心弟子中的强者建立的 能当上福地帮父帮主的 自然也不会是一般人 这莫涵 比我们早两届 差不多六年前半入总宗的 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一届 就是极为耀眼的天才 不过是短短六年的时间 就已经修炼到了先天武中巅峰 甚至曾经还一度成为过内门弟子中的 种子弟子 实力极强 因为他的天分的关系 所以福地帮破例任命他作为副帮主 也是福地帮几个副帮主之中 唯一一个内门弟子 其他的副帮主都是核心弟子 燕翅林解释说道 天才弟子在哪里都会得到优呆 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在莫涵的事情上 我不甘心 燕翅林不甘心地说道 如果再等两年 他自认就不会比莫涵要差 但是差的就是时间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一个月后我来出战莫涵 叶希文说道 以燕翅林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希文 不是他怀疑叶希文的实力 以叶希文的年纪来说 能有这样的实力 已经非常了得了 但是他也不相信 叶希文能真的打得过莫涵 放心 交给我 没问题的 叶希文说道 本来这次的事情肯定没有这么容易解决 这次有华梦涵让景艳南出面调节 可以说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只要击败了这个莫涵 千语格就能得到那些派系的认可 就不会一直有人上门找麻烦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发展的时间 如果让他现在就和莫涵决战 叶希文自然不是莫涵的对手 不过如果是一个月以后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叶希文已经是先天二重巅峰的境界 战斗力堪比先天四重巅峰 叶希文相信 他绝对是这一届弟子中进步最快的了 不过还是无法和莫涵对抗 不过如果服下升玄金丹的话 叶希文就能在短时间内 越上一个台阶 直接达到先天三重巅峰 到那个时候 叶希文就能拥有正面对抗 先天五重巅峰的战斗力 到时候对决莫涵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这也需要时间 升玄金丹功效不凡 要力自然也是极强 要消耗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这一个月刚好是一个缓冲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 就让我会一会这个莫涵吧 叶希文淡淡地说道 燕翅林对于叶希文拥有如此信心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是加上了升玄金丹 在他看来 叶希文的实力也没有跳跃到 足以和莫涵相抗衡的地步 他没有想到 叶希文的实力刚刚又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不过叶希文也没有要多做解释 静止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之中开始闭关 第113章我押五千 叶希文胜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 这一个月中 新生的千语格成为了通天风上下许多弟子的关注的目标 甚至还有高层表示了关注了 而叶希文这个原本只在新晋弟子中传扬的比较广的名字 一下子开始被更多人所关注 许多人都知道了新晋弟子中出现了一个派系 千语格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了很多人的心头 但是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新生的派系的发展 许多人都知道了 叶希文和莫涵的约战 没有人认为叶希文能和莫涵相提并论 叶希文不过是一个新晋的弟子 但是莫涵在内门弟子之中都是有不小的名气的 甚至还曾经挤进过种子弟子排行榜 虽然只是最后一名 但是也足见莫涵的厉害了 要知道内门数万弟子也仅仅只有一百个种子弟子 这是内门弟子之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只要能挤进种子弟子排行榜 那么就能够获得门派大量资源的倾斜 在任何宗门都是这样的 天才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的倾斜 得到更好的照顾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数万内门弟子竞争一百个种子弟子的排名 可想而知 竞争之激烈 即便莫涵只是曾经挤上去过 但是也足以证明莫涵实力不凡了 而且很多人都很看好莫涵 认为将来莫涵肯定能长期占据种子弟子排行榜 比莫涵的天分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叶希文是谁 仅仅只是这一届的心境弟子罢了 即便都说这一届的心境弟子了不得 叶希文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是毕竟修行时间还短 再过十年没有人敢说谁赢谁输 但是起码现在 没有人看好叶希文 一旦叶希文失败了 那么这个刚刚组建没有多久的千余格 就会彻底分崩离析 必须解散 时间慢慢就到了两人约战的时间 这一天通天风生死擂台上 人山人海 诸多弟子都跑来围观 在一元宗中 只有生死擂台之上是可以放手一战 即便是打死了也不会触犯宗规 因为生死擂台本身就是让弟子解决私人仇怨的地方 只要两人都愿意 上了生死擂台 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 一般来说 除非是生仇大恨 否则也不会上生死擂台 一元宗中并不必会这样 真要到了非得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难道还要掩饰好 表面笑嘻嘻 然后背后相互捅刀子麻 这样 反而对于一元宗的发展不利 每天都会有一些弟子在这边解决生死恩怨 但是今天毫无意外是最为热闹的一次 新晋弟子约战老弟子之中的成名弟子 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多少年前 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记得了 来来来 马上就要开局了 买叶希文胜 一赔十 莫涵胜一赔0.5 一旁开了赌局的弟子吆喝道 有许多弟子都开始买进 从赔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人都买了莫涵胜 大约只有少部分想发财的 赌一赌有没有奇迹的人才会买叶希文胜了 可恶 这不是欺负人麻 就看不起我们小弟是不是 毕生女性的声音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却见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俏丽女子 笑声声地立在人群中 在她的身边 站着一个约莫着二十三四岁模样的俊朗青年 赫然就是叶峰和叶如雪兄妹两人 今天的这场约战不仅仅在通天风 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甚至在其他九丰都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许多弟子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叶峰和叶如雪两人自然也是要过来的 还有清风三分宗的一众弟子都是要过来的 不管怎么说 叶希文都是他们清风三分宗走出去的 甚至除了清风三分宗 还有其他的新境弟子也过来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 因为这个时候 叶希文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甚至还有许多的新人 代表着这一介新人 对于老一辈弟子的抵抗 面对叶如雪的分开 叶峰苦笑一下 这也很正常 没有人看好叶希文的这一次的约战 当然 叶如雪除外 叶如雪对于叶希文总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 在他们两人的身边 燕翅林和长孙玉英等和叶希文交好的弟子都赫然在列 这些老弟子真是狗眼看人低 燕翅林低声怒道 说着燕翅林排中进入其中 在堵桌前说道 我押三百块中品零食 就押叶希文胜 燕翅林咬着牙 叶希文在为他们新境弟子的尊严而战 他帮不上忙 只能这样表示支持 我押四百 紧接着又是一声男声传了进来 是叶峰的声音 押叶希文胜 我也押一百 叶如雪也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押三十 我押十块 见到这几位顶尖的弟子都押到了叶希文的身上 诸多新境弟子都纷纷押上说道 出人不输阵 那个负责赌局的弟子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众人 不知道这些新境弟子是发了什么疯了 都押到那个毫无胜算的叶希文的身上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子会血本无归麻 虽然一赔石看着很诱人 但是只要能有一丝胜算 他们的盘口感开到一赔石麻 这些傻貌 那个弟子暗自吃笑一声 不过脸上却是一脸热情地接过了众人压下的零食 并且一一登记 他还巴不得这些傻貌多一点才好呢 这种盘口虽然也有不少人堵运气压到叶希文的身上 但是大部分人可没傻 还是压到莫涵的身上 这样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这样的傻子当然是越多越好 还有谁要下注麻 马上决斗就要开始了 那个弟子喊道 第114章胜负其实还未定 我压五千 买叶希文胜利 一道销售的青色身影出现在门口 叶峰等人转头一看 顿时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小弟 小弟 叶兄 叶师兄 诸多心静弟子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 他就是叶希文 太胆大包天了 嘖嘖和莫涵叫板 可不是 莫涵虽然算不上最顶尖的弟子 但是叶希文也不过是一个心静弟子而已 就是 让这些新来的好好看清楚 他们想和我们平起平坐 还要几年呢 有些老弟子酸溜溜地说道 在任何地方 有天才就有庸才 天才以实力说话 庸才就以资历说话 看不惯这些新人才 不过是来了总终几天 就要抗争 翻身 对于这些话 众人都无视了 叶希文也根本不在意 资历确实是一部分 不过这世界 实力至上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资历是什么 谁在乎 我压五千块中品零食 独我自己能赢 叶希文上前对着 那个开赌局弟子说道 那个弟子一愣之后 很淡定地就收下了 虽然这笔数目 对他来说 也是大的吓死人的一笔数字 就算是一般的 先天武中的内门弟子 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笔数字 大约只有那些 被列为顶尖弟子的种子 弟子大概才能拿得出来 不过即便拿得出来 也没有能像叶希文 这样全部拿出来的 一旦输了 那可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不过如果赢了的话 那么轻松就能翻十倍上去 那就真的堪比许多的 核心弟子的财富了 登记之后 叶希文直接转身 他也不怕 如果最后自己赢了 开盘的人不赔 能开盘的 自然都不会是一般人 背后多半都是靠着某一个 或者好多个真传弟子 做的是长久的买卖 不会如此不至的 五万中品灵石虽然是天文数字 但是那仅仅是对于内门弟子而言 就算是核心弟子中 都有不少能拿得出来 对于真传弟子而言 更不算多了 小弟 你今天有没有把握 叶峰问道 放心 叶希文笑笑 我今天倒是要会一会 这个莫寒 生死雷台的周围 已经挤满了许许多多的弟子 可谓是人山人海 不但内门弟子来了很多 就连核心弟子也来了许多 时间一分一秒的接近了当初约战的时间 周围许多的弟子都开始填造起来 尤其是伏地帮的帮众 就更是如此了 帮主 干掉那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混蛋 让那些新来的知道我们的厉害 伏地帮的弟子哈哈大笑 一边的千语格的弟子都怒目而逝 愤怒之极 在雷台对面的一处看台之上 两道身影淡然站立在上面 如果叶希文也在的话 就会发现 其中一个赫然就是之前为他解围的景雁南 而在他的身边 站着一个黑袍的青年 相貌俊美 淡淡地看着底下的雷台 景兄 那个叶希文 不会不敢来了吧 已经快开始了 还没有看到人影 那个黑袍俊美青年开口说道 不会 景念南摇摇头说道 虽然仅仅见过他一次 不过到底是华师妹看好的人物 心气极高 是一个宁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的人 但却不敢出现 是绝对不可能的 多 那门弟子之中 居然有能得到景兄如此评价之人 那个黑袍俊美青年 有些意外 本以为景雁南 只是看在华孟涵的面子上 才出来调解的 没想到景雁南对叶希文的评价 居然这么高 景雁南淡淡一笑 不都说 这一届弟子中天才多么 天才 嘿嘿 我一元宗中天才还少吗 哪一届没有天才坐镇 不过能常常起来 不夭着的才多少 那个黑袍青年摇着头笑道 那些从分宗拜进来 弟子在分宗的时候 几乎都有被人称之为天才的时候 在分宗的时候 也都是赫赫有名之辈 但是进了总宗之后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绝顶天才 原先的那天才的名号 也就显得非常的可笑了 天才 光有天分还不够 还得有运气成长到众人皆知才行 所有人都只会记得活着时候的荣耀 谁记得有多少白骨铺就在功成名就之路下 莫涵不也是号称当时那一届的第一天才吗 也就是这样 我才会让他当副帮主的 那德黑袍俊美青年说着靠到了旁边的一根石柱之上 这德黑袍俊美青年赫然就是福地帮帮主 秦牧泽有点意思 一个是本届第一的天才 一个是前两届的第一天才 景艳南微微一笑说道 这有什么有意思的 再过几年 谁胜谁负自然不好说 不过现在嘛 胜负已定了 秦牧泽淡淡地说道 不好说 不好说 知道这一届的几个弟子都被赐予了生玄金丹嘛 景艳南嘴角一挑说道 生玄金丹 秦牧泽顿时一愣 这金丹他当然知道 效果神奇 连总宗之中也属于仅仅是精英弟子才能染指的东西 不过他之前之所以没有想到 那是因为 那只对先天物中以下的无者有效 而他已经过了先天物中很久了 不过他们肯麻 这可是生玄金丹啊 秦牧泽有些严肃起来的样子 如果他们真的肯拿出生玄金丹成全纳的叶西文的话 那还有点意思 真的出了几个人物了 秦牧泽还有话没有说出口 如果真出了几个有大魄力的人物的话 以此契机 和这界的新人了解恩怨 正好 如果他们根本就是烂泥服不上墙的话 那解散就解散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接受景艳南调解的根本原因 说话间的功夫 福帝帮的副帮主 这次约战的另外一个主角 莫涵终于出现 第115章 先天笑圆满 那莫涵一身武士静装 身材壮硕 神情冷酷 叶西文呢 怎么还不出现 莫涵开口哦 冷冷地问道 该不会是怕了吧 底下有福帝帮的帮众哈哈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福帝帮的帮众纷纷哈哈大笑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一声清朗的声音淡淡地从人群中发出 人群之中 叶西文等人排众而出 叶西文神色平淡地看着莫涵 李终于来了 好 没让我失望 莫涵冷酷地说道 莫涵没有拖大 叶西文的身上淡淡地散发着一种 让他有些不安的气息 相当的强烈 随着叶西文上了擂台 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 帮主 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嚣张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帮主加油 福帝帮的弟子纷纷叫嚣道 莫涵没有多说话 在叶西文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 瞬间就发动了 身形犹如是离弦之剑 瞬间朝着叶西文猛扑过去 叶西文也不甘示弱 脚下一踏 身形飞掠了出去 一掌轰了出去 擂台之中两道人影闪电般的掠过 最后犹如两颗流星一般 轰然地在场中撞在一起 顿时间 两股雄魂先天真气陡然爆发 在这股强猛进气下 连那坚硬的地板都是被崩裂出了一道道裂缝 砰 砰 低沉的声响中 两道人影皆是脚步后退 这一次交手居然是不分胜负 两人眼中都满是金色 尤其是莫涵 更是惊恶的不行 没想到叶西文在这一次交手之中 居然毫无吃力的迹象 居然相当轻松地就接下了自己的一击 叶西文也有些没想到 莫涵的实力 显然比想象更强一些 莫涵从虚空中拉出一杆乌黑的长枪 枪间闪烁着逼人的寒气 瞬间犹如毒蛇出动一般 对着叶西文直扑而来 瞬间叶西文的面前就满是枪硬了 叶西文瞬间也抽出长刀 捂出重重刀影 迎了上去 枪 清脆的金铁声响带着火花 从两者对撞肩响起 叶西文的长刀与莫涵的长枪重重对碰 一股肉眼可见的劲气连衣抱涌出来 旋即重重地撞击在两道人引身体之上 两人都是连退好几步 你的实力不错 不过现在你还太嫩了点 莫涵手中的长枪枪间微微抖动 仿佛一条随时会咬人的毒蛇一般 总宗之中水很深 还不是你这样的新人可以乱来的时候 少说废话吧 就算这潭水在深 我都要闯一闯 叶西文淡淡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我了 莫涵一声大喝 先天舞中境界巅峰的实力完全展现了出来 凶悍的气息 瞬间就将整个场地都给完全地包裹了起来了 叶西文也是不甘示弱 一股同样强悍 甚至还略有过之的气息瞬间爆发了出来 在这一个月中 叶西文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做 服下了升玄金丹之后 叶西文的境界在短短时间内 就突破到了先天三重巅峰 将全身的后天真气都已经实诚实地完全转换成先天真气 使得叶西文战斗力大增 天仙部终于在这一个多月的巩固中 完全掌握到了大城 冷月展最后一招 袁月展终于被叶西文练到了大城 叶西文压相抵的绝学 作为最后的撒手剑的盘龙掌第一是乾龙出渊 也从原本的小城跨越到了大城 也就是说 现在叶西文所掌握的武学当中 也仅仅只有霸体诀的第二层 仅仅练到了小城境界 其他的一律都掌握到了大城境界 凭借着小城境界的霸体诀第二层境界 叶西文现在的力量更是直接突破了 先天武中巅峰所能达到的99条飞龙之力 直接达到了100条飞龙之力 这是只有先天小圆满境界的高手才能达到的 但是叶西文凭借着霸体诀的神奇 达到了 先天小圆满境界是先天武中巅峰之上的境界 当一个舞者将自己身体中的后天真气 全部都转换成了先天真气之后 就是达到了先天武中的巅峰 而有一些人能更进一步 将体内的先天真气挥如碧屎 犹如是一个整体一般 肉身的力量更是一举从先天武中巅峰的99条飞龙之力 一举突破到了100条飞龙之力 别看只是多了一条飞龙之力 但是双方的实力 却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比起先天武中巅峰更要强的多了 而叶西文现在的战斗力前所未有的强大 正处于最顶尖的状态 完全能抗衡先天小圆满境界的高手而不落下风 场地中 刀光和枪芒的光芒大声而起 片刻后 两道光景同时闪掠而动 最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暴掠而出 瞬息间 便已在场中相遇 轰 两道光影狠狠撞到了一起 一股恐怖的气浪 从两人兵器的尖端狠狠抱站开来 便犹如是一朵莲花盛开一般 瞬间开放 气浪席卷而来 鹏 其中一道身影连退几步 在生死擂台上 踩出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将石面都给踩裂了 气浪散去 众人看到那道连续暴退的身影 居然会是莫寒 众人一阵惊呼 这怎么可能 剧烈的碰撞之下 落入了下风的居然会是莫寒 而不是叶西文 远处的看台之上 秦牧泽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叶西文 满脸惊骇的神色 男男道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一旁的景恋男也是惊恶无比 虽然他刚才信誓旦旦说叶西文非持终之物 但是也绝对没有想到 叶西文居然能大战上风 他居然真的做到了 擂台之下 千语格和福帝邦的弟子也都是难以置信的样子 只不过千语格的弟子在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 还带着难以抑制的惊喜 虽然他们不知道叶西文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 但是毫无疑问 他们的派系保住有希望了 第116章 叶西文 圣 穆涵颇为狼狈的在场边站稳了脚跟 脸上的惊恶无法掩饰 双方放开手脚之后 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对方居然比他还要强横 我就知道 叶师弟果然是一个怪物 不能以正常人的目光来看 张扬泽泽称奇说道 叶峰也是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弟弟 自己的弟弟在不知不觉之间 又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 完全将自己甩在了身后 原本在这一个月之中 叶峰其实也是来找过叶西文的 这件事情 他知道之后 也是极为的交集 这件事情他也是极为的关注 对于老弟子来说 只是打压了一次新进弟子的举动罢了 以往便也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每一届都不缺野心勃勃的人的存在 总有响举大旗 创建派系的人的存在 这很平常 即便这一届的弟子被人冠以多天才之名 不过却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对于新人弟子来说 这是尊严之战 叶西文这一战 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千语格的存在 也是为了维护新人弟子的尊严 一旦胜利了 那那些老弟子 对于他们也会刮目相看 不敢小看 叶峰手上也是有一枚升旋金单的 就想将升旋金单交给叶西文 但是却没有见到叶西文 当时叶西文正在闭关之中 谁都不见 他知道叶西文手上也是有着一枚升旋金单的 如果再加上他的这一枚 那还是有希望短时间内 报道先天悟众的 虽然升旋金单很珍贵 但是在他心中 怎么能有叶西文还重要 但是没想到叶西文居然能在短时间内战斗力飞涨到这种地步 虽然原本叶西文在他心中就已经很强大了 但是只有到了他们这一个地步才知道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这样的战斗力 是多么的困难 即便是有升旋金单的帮助 叶西文虽然没看 但是也知道众人的惊恶 但是在他自己想来却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为了突破到三重境界巅峰 将各个武功都掌握到巅峰 即便是有升旋金单 也足足消耗了他2000块中品零食 如果没有升旋金单的话 恐怕再多消耗一倍的零食都未必能做到 他的战斗力也被这无尽的消耗 声声推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冷冷地望着逐渐走近的叶西文 感受着那岳家高涨的气势 紧抓着长枪的手掌 略为抓紧了点 眼睛死死地盯着叶西文的步伐 就在后者踏入其周身十步范围的时候 一道低喝从莫寒嘴中响起 雄厚的先天真气犹如洪水一般 由从身体中暴冲而出 脚掌重重一踏地面 莫寒身形化为一道道枪影 枪尖之上 先天真气迅速凝结 身体借助冲力 与枪身相叠 在真气的笼罩下 身体与长枪几乎都是融合在了一起 枪人合一 长枪划破空气 吃吃声响 空气都在哪一瞬间被刺裂了 先天武中巅峰的强者 拥有多大的力量 在那一瞬间之中 莫寒脚下的石板完全化成了碎末 随风飘扬 枪人合一 在被逼到绝境的情况下 莫寒达到了极少有人能达到的境界 虽然只是一小惠尔 但是毫无疑问 非但战力飙升 甚至于对他以后的修炼也都会有极大的好处 枪人合一 现场再次出现了变故 伏地帮的帮众顿时兴奋的大海 而千语格的弟子则是惊骇莫名 枪人合一的境界 虽然只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 境界和实力不是一回事 也有民间习武终身只练外功的武者 能够达到 而无数真道级别的武者都没办法达到 和实力无关 之和境界体悟有关 莫寒在叶西文的逼迫之下 居然能在那一瞬间达到枪人合一的境界 恐怕要震动一方了 好 好 秦穆泽看着底下的莫寒 顿时哈哈大笑一声说道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枪人合一啊 一元宗那么多弟子 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境界 即便只是一瞬间 对他以后也足以构成很大的助力 想到自己帮李江慧再出一个高手 秦穆泽顿时就放声大笑 这次的事情不亏 即便可能丢点脸 但是能收获一个未来高手 不亏不亏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一边的景艳难道 面对着莫寒的凶悍攻势 叶西文倒是没有直接硬抗 枪人合一的境界太过可怕 即便只是那一瞬间 直接对抗也是不明智的 脚下一踏 爆裂出真喜 淡淡的身影若隐若现 身影晃动间 便是诡异的消失在原地 突然失去的攻去目标 令得莫寒脸色奏变 在枪人合一的情况下 他竟然仅仅是只能看见一丝青色闪掠而过 心中当下闪过一丝惊疑 心中念头闪电般的闪过 莫寒手中长枪却是骤然转向 对着身后的空白地区暴刺而去 冰 清脆的声响带着火花和恐怖的进气的风暴 在场中见识而出 莫寒那向后刺去的长枪 声声刺到了一柄长刀之上 长刀之上所运河的强横力量 竟然是直按的长枪压得略有些弯曲 叶熙文的身影露了出来 嘴角一挑 枪人合一确实是很厉害 不过也得看是谁使出来的 莫寒使出来的还差一截呢 莫寒心中惊骇无比 在枪人合一的情况下 居然依旧落入了下风 完全占据不了上风 叶熙文当即不再犹豫 手中长刀带着极其压迫的破空声 狠狠地对着莫寒坎而下 原本偏笨重的长刀在其中手中 确实捂得比莫寒手中的长枪更是灵活刁钻 而在其这股恐怖的力道席卷下 生生将莫寒劈退了一步 直接退出了天人合一的状态 没了天人合一状态的护身 胜负已定 莫寒一路暴退的时候 叶熙文已经起身上前 刀背狠狠甩出 砰 莫寒被狠狠甩中 直接倒飞出了场外 众人极尽无声 叶熙文 圣 第117章堪比种子弟子 现场一片极尽 很多人心情复杂 这种结果没想到 但是又是想到的 叶熙文表现出来的强势 简直让他们侧目 曾经莫寒的枪人合一 让他们一度觉得还有希望翻盘 但是被叶熙文声声打回原样 就算以后他会图飞猛进 但是也无法改变这次的结果 这个叫千语格的心境弟子组成的势力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候 起码没有人能在民面上欺负他们了 这是各个势力妥协的结果 千语格的心生弟子也都纷纷高兴地大喊 简直就是奇迹一般 他们赢了 他们居然赢了 居然真的生生打赢了莫寒 要知道莫寒可是曾经一度上过种子弟子排行榜的人啊 即便现在没有在种子弟子排行榜了 但是也绝对是准种子弟子级别的人物啊 莫寒进入了枪人合一的境界 居然都被生生打爆了 什么时候新人弟子居然这么强横了 简直堪比种子弟子啊 怎么会有新人这么妖孽 这才多久 就能堪比种子弟子 要知道 那些种子弟子几乎各个都是妖孽 都是先天小圆满境界的高手啊 远处的高台之上 秦穆泽转过身 没有继续看下去 只是淡淡地说道 好吧 这次我看走眼了 只是秦穆泽的脸上确实挂着笑容 叶希文的惊人潜力 他是看到了 刚刚加入总综媒多久就能战败一个先天舞众巅峰的高手 将来必定是真道弟子无疑 能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个未来可能会飞速崛起的高手了结恩怨 绝对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更何况莫函这次意外地进入了枪人合一的境界 以后好处多得很 到时候又能收获一尊高手 对于帮派的实力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稳赚不赔 叶希文转身下了擂台 顿时就被千语格的弟子给包围了起来 千语格的弟子们顿时七嘴八舌地惊叹了起来 叶兄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燕翅林惊喜交加地说道 没想到最后居然真的能胜 叶希文还没答话 倒是叶如雪有些的一洋洋地说道 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小弟 叶希文有些哭笑不得 也不知道二姐这是夸他呢还是夸他自己 这些人里就叶如雪是最不担心的 对叶希文有着超凡的信心 走 我们去要回我们迎来的零食 这时候千语格的弟子中有一个弟子喊道 众人这才突然想了起来 他们这次可不仅仅是赢得了尊严和独立 还赢了大把的零食啊 当时是一时之戚 赌气之下 才压到了叶希文的身上 但是这个时候全部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 叶希文胜的话 就是一盈食啊 十倍的中品零食 对于这些弟子来说 那不是一笔小财 而是一笔巨款啊 一夜之间暴富了 这让这些弟子一下子都赚发了 投入的越多 赚得当然越多 尤其是叶峰 叶如雪等人更是全部身家都压上去了 翻了十倍之后 一下子轻松成为了内门弟子之中最为富裕的一小撮人了 当然 这些人中 赚得最多的是叶希文 叶希文将剩下的五千中品零食都投进去之后 现在一下子翻了十倍 达到了五万中品零食 对于许多弟子来说 这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大的财富 即便是对于叶希文来说 这笔财富也足够 他一路修行到先天物重以上 而不用担心零食会不够了 难怪连那些真传弟子都要开赌局练财 这练财的速度简直堪称恐怖 叶希文知道 真正赚得盆满不满 赚翻了的 却不是叶希文 而是这次立下赌局的人 那些压默寒盈的人全部都写本无归 虽然要赔付叶希文等人十倍的零食 不过和赚到的零食相比 却是不值一提了 如果是一个核心弟子 这么多零食足以让他一夜之间富裕程度冠绝核心弟子 不过这些赌局的背后都是真传弟子 这么多零食虽然不少 但是也谈不上一夜暴富 诸多心境弟子都是心情畅快 自从加入了总宗之中之后 再也没有这么畅快的时候了 尤其是那些在分宗的时候 就已经是先天级别的天才弟子更是如此 虽然他们不是更弱小的外门弟子 但是他们是心境弟子 总宗之中比他们强横的弟子难以计数 他们根本不算什么 现在终于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 只要叶希文还在坐镇 谁敢小看他们这一届的新人 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测 叶希文可是有着堪比种子弟子的实力 那门数万弟子中也只出了那么一百位 可想而知这些种子弟子们到底有多强横了 这一百个种子弟子在那门弟子之中呼风唤雨 是真正的强者 有一些最强横的种子弟子甚至都战败过核心弟子 简直强横的没边了 有这样的强者坐镇 千语格不说是稳如泰山 但是起码不会有人随意去欺凌 说到底千语格就算崛起也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罢了 算不了什么 这种由那门弟子创建的派系其实也是有许多的 之所以会被诸多派系一起打压 无非就是因为要杀鸡锦猴罢了 并非真正已经利益冲突到非要杀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过现在叶希文的强横 让那些人都认识到 这可不是一只鸡 而是一头狮子 虽然还年幼 但是已经有獠牙 有力爪了 一个不小心就会抓伤自己 叶希文也知道种子弟子的事情 或许他现在确实能跟种子弟子中末尾的弟子一较高下 不过那些种子弟子中真正的强者 绝对是强横的不像话 有许多都有战胜过核心弟子的记录 是站在所有内门弟子巅峰的角色 叶希文 众人正兴奋之际 身后传来了默寒的声音 现在我虽然败给了你 不过三个月之后的种子弟子争夺赛上 我一定会一雪前耻 第118章伴魔教 现在我虽然败给了你 不过三个月之后的种子弟子争夺赛上 我一定会一雪前耻 默寒看着叶希文说道 一元宗中的种子弟子只有一百人 但是却不是固定不变的 几乎是每年都会有一次的种子弟子争夺大赛 几乎每年都会有好几千的弟子参与进去 进去争夺种子弟子的名头 因为和可不是光是好听而已 福利也是几乎比很多核心弟子都要好 在默寒看来 叶希文拥有这样的实力 三个月后 必然会去参加种子弟子争夺赛 而经过了这一次羌人合一的体悟之后 他有自信 三个月后 实力一定会再次有一个飞跃 进入先天小圆满境界 到那个时候 在和叶希文一较高下 对于种子弟子争夺赛 叶希文也是听闻过的 那是那门弟子心中最重要的活动 每年都有新人脱颖而出 大放光彩 叶希文没有想到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去参加种子弟子争夺赛 之前的规划 就是五年内能参加都是速度极快的了 却没想到速度比原先想得要快 难怪无数人都要半入总宗之中进行修行 在这里修行的静静确实远远不是在分宗的时候可以比拟的 甚至都不是可以想象的 说完默寒也不等叶希文回答 就在福地帮的弟子的搀扶下离开了 种子弟子争夺赛 诸都千语格的弟子都是唯唯一愣 他们并非不知道 只是觉得这种子弟子争夺大赛 离他们还远着呢 对于叶峰等天才来说 起码也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有机会争夺 至于他们来说 这个时间起码都得有三十年到四十年 先天境界也不过就是两百年的寿命罢了 小弟 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种子弟子争夺赛 最好要能进入前一百名 为我们心境弟子出一口气 叶如雪拍拍叶希文的肩膀说道 一旁有些靠得近的老弟子有些郁闷的想道 难道你们这些新境弟子出的气还不够麻 最近一百年中都没有这么神奇的新人了吧 叶希文听了 也只是笑笑 并没有表示什么 以他现在的状态 未必不可以争一下种子弟子 不过估计也争不到前列 只能掉在末尾 虽然对于新人们来说 这已经足够荣耀了 不过对于叶希文来说 却也只是聊胜于无 不过是给其他人当垫脚石而已 众人找到了纳的设置赌局的弟子 纳的弟子刚刚大赚了一笔 也很爽快地按照众人的赌本 十倍还给众人 拿回原本的五千中品零食之后 又拿到赢到手的五万中品零食 叶希文一下子一夜之间暴富了 在许多老弟子羡慕的眼神中 叶希文将零食都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这些零食到时候之后 叶希文又将有很长的时间 不必担心零食的消耗情况了 从穿越到现在 叶希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他赚钱的速度 堪称迅速了 但是他花费零食的速度更快 简直快地夸张 换了一个人 换一个普通的弟子 哪怕是核心弟子 估计也很难撑起这么夸张的消耗 即便有这样的空间 估计也是用不起来的 就算是叶希文也得拼命奔波 在赚取零食的路上 换了其他人 如果不断奔波 在赚取零食的路上的话 那么修炼的速度必然会大幅度的下降 吸收零食进步 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也只有叶希文 能在拼命赚取零食的时候 保持着非常快速的修炼速度 而且对于叶希文来说 零食赚得越多 他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 这也是他唯一一条 能够迅速提升自己的道路 新生的千语格在叶希文 击败了默寒之后 诸多原本和千语格为敌的派系 都开始公开宣称 不会为难千语格 千语格开始走上了迅速扩张的道路 除了通天风之外 更是一下子将触角扩展到了其他主风之上 这一届各大分宗的新人当中 足足有期成都加入了千语格之中 而且超过三成的全国各大势力的弟子 也都加入了千语格 千语格的弟子 在短短时间内迅速突破了千人大关 直接打到了两千多人 一时间声望大起引起了诸多弟子的注意 对于新进弟子来说 千语格的出现就天然比其他的派系更有亲近感 虽然他们也都知道 论发展而言 千语格不过是刚刚兴起的派系 自然比不得那些老派系 发展的潜力也都会受到制约 如果可以依附于其他的派系 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这些新进弟子在分宗以及其他的势力之中 也都是作为天才来培养的 原先也都是各个新高气傲之辈 也都是想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 再加上千语格还有叶希文 这个被许多人成为堪比种子弟子的高手作证 自然更吸引了许多人前来 而这一届新进弟子中 几个顶尖高手之中 除了燕赤林和叶希文之外 叶峰和长孙玉英在之后 也高调加入了千语格之中 不过千语格目前为止 还是主要以新进弟子为主 其他的老人弟子都还在观望 当千语格的诸多弟子 还处在新派系 刚刚开始发展而兴奋的时候 一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议员宗之中 时隔百年后 拜魔教的弟子 再次大规模出现在了大越国之中 一时间 整个议员宗都轰动了 叶希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有些要风雨 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拜魔教的事情 也迅速开始在议员宗之中传扬开来 许多的老弟子都开始 向这百年之中 才拜入总宗的新弟子解释 这拜魔教乃是遍布 整个真五界的一个巨大的魔教组织 在真五界之中 并没有真正严格的什么 名门大派和魔道邪道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大越国四大宗门之一的 血灵门就被很多人视为邪魔外道 但是血灵门依然位列四大宗门之一 第119章小侯爷 血灵门是四大宗门之中 唯一算得上是邪道剧情的宗门 传闻 在很久很久以前 真五界之中的人类 只有邪道的说法 而没有魔道 魔道是外来的说法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魔界曾经入侵过真五界 打得天崩地裂 虽然魔界的进攻被打退了 但是在那漫长的瞬间中 魔界也在真五界之中拨下了种子 就是魔道的武者 当初魔界入侵真五界的时候 有诸多的人类武者受到魔族的迷惑 多落入了魔道 修炼了魔族的功法 就成就了现如今的魔道 在真五界之中 邪道弟子不见得人人喊打 但是魔道弟子 到哪里都不太受欢迎 而拜魔教又是魔道门派之中 最为声名狼藉的门派之一 拜魔教 顾名思义 就是魔拜魔界之中的魔族 主张以魔族统治真五界 据说在拜魔教的总坛所在 供奉着魔界中的君王 大魔君 大魔神等许多传说中的大魔头 拜魔教的宗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放魔界的魔族进来 因此拜魔教不管是在哪里 都是人人喊打的角色 上百年前 拜魔教在大越国中启示 和大越国诸多势力都有过交手 最后被各大势力联手镇压下去了 没想到仅仅是百年之后 拜魔教似乎又恢复了元气 再度出来闹事了 对于拜魔教 诸多的弟子都没有什么好感 毕竟没有人想被魔族骑在头上 紧接着许多消息都传了出来 仿佛在一夜之间 拜魔教的各种事情 都被挖掘了出来一般 包括之前诸多分宗前来 总宗的路上被人灭了 现在有消息传出 都是拜魔教干的 随着拜魔教的付出 一元宗等几大势力 都会联手绞杀拜魔教的势力 一时间 功德殿中也挂满了种种 和拜魔教有关的任务 奖励也是非常的高 斩杀一个后天级别的拜魔教的教徒 就可以有一块中品灵石的奖励 先天级别的拜魔教教徒 杀一个就有十到一百块中品灵石 而斩杀先天物中以上的高手的时候 更是奖励一百到一千块中品灵石 可以说 为了这次拜魔教重出江湖的事情 一元宗可谓是大出血了 对于这么多的灵石的奖励 叶希文也是很心动 比起自己慢慢积累而言 斩杀这些拜魔教教徒 既可以修为精进 又可以换取灵石 加速修炼 可谓是一举己的的事情 决定了之后 叶希文当即不再犹豫 立刻前往功德殿之中 总宗之中的功德殿 比起分宗之中 更是要大了许多倍 由于拜魔教的事情 一元宗总宗挂出了许多的任务 有诸多的弟子前往去接任务 叶希文看了一下 这些任务 从探查拜魔教在大越国中的分坛所在 再到斩杀作乱的拜魔教弟子都有 难度也个不一样 不同的人自然要选择不同的难度 对于这次拜魔教的付出 一元宗非常的重视 据说几百真传弟子与有敬伴都各自领了任务 前往大越国各地斩杀这些邪魔外道 叶希文看了一下 领了一个踏平一个拜魔教弟子据点的任务 就要立刻出发 因为这些任务可不会只有一个人接 平日里的其他任务 那都是一个任务只能被接一次 但是这次由于拜魔教的事情比较特殊 因此可以被无限次接受 直到最后任务完成为止 如果不早点走的话 只怕都轮不到自己了 出了功德殿 来到了半山腰 里就是叶希文 这时候一声有些轻蔑的声音传了过来 叶希文转身一看 不远处 七八个弟子成群结队而来 为首一个气宇喧昂的青年 脸上带着几分高傲和不屑 而在他的身边跟着七个青年 赫然就是在考核之中的时候 截杀叶希文的那七个人 正所谓冤家路窄 原先双方之间即便是没事 现在也可谓是劫仇不小了 我就是叶希文淡淡地说道 叶希文扫了一眼众人 大成的练习功迅速起了作用 这些人的气息 实力瞬间被叶希文看透 为首的那个青年 居然堪堪一只脚踏入了先天小圆满境界 比起莫函的实力都要高一筹 而其余七个之前截杀过自己的弟子 实力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先天三重的境界 转化了五成先天真气 这些弟子目光敏锐 如刀则一般要在叶希文身上弯开一个个洞口 对于高手来说 目光杀人并非是什么天方夜谭 有许多的高手 目光能凝成实质化的攻击 看人一眼 那个人就会瞬间被杀死 叶希文 这可是小侯爷价钱 还不跪下迎接 七人之中 那个身材矮小的青年眼中闪烁着对叶希文的怨毒 阴冷地说道 笑话 这里是一元宗 你居然想要以世俗中的规矩来束缚我 他又算什么东西 居然想让我跪下 叶希文冷笑着说道 叶希文估计是大越国哪个熏贵家的子弟 不过多半也不是迪希的子弟 要知道那些熏贵可是和皇室牢牢地绑在一起的 是同一个利益集团 所以那些熏贵子弟的嫡系子弟都是要进入皇家学府之中 成为皇家学府的学生的 只有那些知系的 才会进入其他地方 什么小侯爷之类的 多半也是自封的 而且一元宗是什么地方 是可以和大越国皇室平起平坐的大势力 竟然想用世俗间的王法来约束一元宗的弟子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之前我才听说 这一届的新晋弟子中 有一个人特别嚣张 自称能堪比种子弟子 没想到你比传言的还要嚣张 那个小侯爷 那又管你什么事情 多管闲事 什么小侯爷 将世俗中的威风摆到一元宗了 真是笑话 叶希文冷笑着说道 对于这个小侯爷根本就不在意 找死 那个小侯爷顿时大怒 神色极度阴朗 身体羞的一下 就已经冲到了叶希文的面前 第120章位灵气 这小侯爷一拳直接扑到了叶希文的面前 这是一种极为霸道的拳法 一拳轰出 体内的真气犹如洪水一般 奔涌而出 叶希文脚下一踏 天仙部瞬间发动 大成级别的天仙部的威力瞬间体现了出来 轻衣飘飘 踏着玄虚的步伐 避开了这个小侯爷的一拳 紧接着叶希文一掌拍出 惊若雷电 瞬间轰出 叶希文的手掌上包裹着雷云状的真气 瞬间炸裂开来 肌肉瞬间鼓动了起来 是大力尘 一声低喝 奔雷手瞬间轰出 犹如一团雷电直冲而下 怎么可能 那七个青年都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怎么厉害到了这种地步 那七个青年看到那一掌 顿时冷汗淋漓 如果这个是偶 他们的对手是叶希文的话 只怕瞬间就会被打爆 他们原本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叶希文击败莫寒的事情 但是在之前 叶希文才刚刚在他们面前突破 在他们看来 叶希文就算再强 也是不可能真的如同传闻中的一样 堪比小圆满境界的舞者 但是这一次见面 彻底推翻了他们原本心里所想的 而这个小猴爷也根本没有料到 叶希文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 之前他总是听那七个人说叶希文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最多也就是比这七人厉害一些罢了 但是现在真正见到了才知道错的有多离谱 叶希文的强横 简直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 在那门弟子之中 也只在种子弟子的身上看到过 不过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埋怨了 连忙一个怀中抱怨 收拳到胸 瞬间就犹如一堵钢筋的墙壁一般 对于别人来说 绝对是铜墙铁壁 墙手 叶希文冷笑一声 奔雷手竟然再次加快了几分 又凶又准 瞬间拍向那小猴爷的胸口 叶希文的奔雷手 瞬间插进了小猴爷的怀中抱怨之中 瞬间拍中那个小猴爷 砰 一声爆雷一般的声音 那个小猴爷的身躯瞬间爆飞了出去 高高飞去 狠狠跌落到了地上 那个小猴爷狠狠撞到了地上 一口鲜血喷出 望向叶希文的眼中满是胸利之色 墨地 身体之中 一道寒光闪烁而出 几乎就是一道黑光瞬间杀到了叶希文的面前 叶希文大害 顿时知道这道寒光非同小可 连忙抬手一挡 一道刀光斩出 砰 刀光和那道寒光狠狠撞到了一块 叶希文顿时只觉得一股距离 从那道寒光上喷吐而出 几乎要让他手中的长刀脱手而出 那道寒光落到了地上 叶希文这才看了清楚 这居然是一柄飞剑 隔空而来 散发着淡淡的灵压 这么说 这居然是一柄灵气 只是那一柄飞剑之上 布满了裂纹 刚才那一集 居然生生让飞剑之上的阵法完全崩塌 剑身都被轰得布满裂纹 叶希文在看自己的长刀 居然一如之前 泛着圣人的寒光 一点都没有裂纹 顿时暗暗称奇 这柄长刀 他是从铁被淫源的洞府中找到的 当时诸多武器都腐朽了 唯有这一把被他看上了眼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东西 居然如此了得 生生把人家一件灵气都给批得快报废了 那些兵器之中 一般分为凡兵 神兵 然后是灵气 而灵气之中又分下品 中品 上品 绝品 这四种 一般武者所用的兵器 就是所谓的凡兵 一般都是后天级别的武者会用的 就是凡铁打造的 容易报废 需要经常修修补补 而凡兵之上 就是所谓的神兵 神兵一般就是后天巅峰 以及一般先天武中以前的高手所用的 都用一些少见的材料 什么百年含铁之类的 比起一般的凡兵兼顾得多了 风力无比 笑铁如泥就是神兵的普遍标准 叶熙文一直以为 这把长刀只是神兵而已 因为一般的凡兵根本不经他砍 时常报废 而要说是灵气吧 也没有一般灵气所具有的灵气 一般的灵气都会散发着淡淡的灵压 而这长刀并没有灵气的这些特征 因此叶熙文也只当他是一般的神兵了 但是刚刚这么一碰撞 就立刻显出这柄长刀的不凡来 居然连灵气都给砍废了 风力程度不好说 但是兼顾程度确实叶熙文所见之极 那一柄飞剑应该是被他自己的反阵之力 给声声震碎的 不过叶熙文随即又一个念头转过 这小侯爷 绝对还没有达到先天六众 真气转化成真元的地步 怎么可能到操纵灵气呢 灵气有灵 不是先天六众以下的人能够操纵的 因为要操纵的话 首先是要具备真元 而只有先天六众以上的武者 才能将原本的先天之气转化成为真元 而这真元才能真正操纵灵气 那么也就是说 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灵气 而是所谓的魏灵气 所谓的魏灵气 就是有真道以上的高手给神兵开灵 具备了一部分灵气的特征 威力当然是远远不如真正的灵气的 但是好处在于 非常便于操控 即便是先天六众以下的武者 也都是可以操控的 不过即便如此 魏灵气也绝对是价值不菲的 内门弟子数万 能拥有魏灵气的可能就那么一两百个百个 只有那些最顶尖的弟子 同时还的是身家丰富的那种 才有可能被拥有魏灵气 那个小猴也顿时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灵气哪怕只是魏灵气 都是要寄托一丝元神的 这柄飞剑彻底被叶西文砍废了 里面的一丝元神也早就在碰撞之中彻底湮灭了 再加上又在之前中了叶西文一掌 现在是伤上加伤 干脆彻底的晕了过去 小猴也那七人顿时惊呼道 没想到那小猴也的暗赞 居然都伤不了叶西文 那可是魏灵气啊 居然被生生砍废了